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的进度到了十回向平 那十回向呢 它就是依前面的十行而起愿 就发大愿 那这个发愿的方向 它有很多种层次 因此在这边呢 就讲有十种 那这十种就是在我们要 接下来十回向结束 修好了之后呢 就要登地了 所以它等于是呢 在这个出地正道法身之前 一个最后的把这一 这个生生世世的修行 做一个更 这个把它练到更上一层楼 的一种这种修行的法门 所以它这里面就会一直有反复 但是在反复当中它不是重复 它是有层次的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知道说 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我们每天也都在做回向 有没有 今天送了一部经 这部经可能我们是已经送了一辈子了 但是我们每一次呢 送的时候呢 就会要希望总是 希望是更上一层楼 而不是例行公事 所以当我们送了这部经 送了三千遍 跟三遍 是不是 它的那种经熟的程度是不同 体悟会更深 因此呢 同样在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 度众生也会这样子 当我们有了这种修行累积资量的这种 这个整个长时间的累积之后呢 在这个不坏回向 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检查 就是它这里面讲到这么多的条目 有一些不 有一些层面 我们已经有接触到 但是有一些是我们还不够的 还不够广大的 所以在这边呢 一开始讲救护一切众生 那也许有的人已经都在广度一切众生了 但是他可能还没做到第一众生相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就说救护一切众生 又不执着众生相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修行的这种善根 巩固 叫做不坏 不坏回向 就是善根不坏 好 那再来呢 要练到什么 练到一切的众生都能够 回向他像佛一样 就是成就佛的功德 所以要等一切诸佛 好那再来第四 现在我们要讲的叫至一切处回向 至一切处回向 那这是我们在这个十回向里面呢 前面提到什么 要救护一切众生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要救护到怎样 自己不能被打倒啊 是不是 你要度众生的人 第一个自己要很强 否则呢 可能这个三天捕鱼 一天捕鱼三天晒亡 自己都没有办法持续 那第二个呢 遇到这个境界 没办法处理 就很容易就倒了 起烦恼心退转 所以自己就要练就不坏之身 金刚不坏之身 然后再来呢 度众生要有始有终 要有恒心 不是说师父领进门啊 剩下呢 修行在个人 那其实呢 当然是这样子说啦 可是呢 其实真正如果是佛 在对众生的态度 他不是只是 拉进来 然后就不管你了 他会一直不断的 引导引导 直到成佛为止 所以呢 学佛这件事情 能够从两个角度 第一个 我们一开始还没有办法 度人之前 我们是得度的嘛 我们是被度的 你看 当我们学佛之后 我们就很有保障 因为我们一定会被度到成佛 因为所有的佛 他都一定要经历这个 至少要经历到 等一切佛回向啊 是不是 他这时 这些回向的经历都是 诸佛菩萨他们都已经做过了 所以他告诉我们说 有这些阶段 因此当一个三宝弟子是很幸福的 他就会好像就是 你不用付出什么 然后呢 佛就会一路帮你 一直呵护到家 所以就是很保证 很保障 这是这个是我们 从得度者的角度来讲 但是当有一天 我们要发心 成为引导他人的时候呢 也是要推己及人啊 当初佛是怎么对我们的 好 那当我们呢 要来对待他人的时候呢 也要用同样的心情 是不是 那这样子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孝顺 是不是 孝就是向佛嘛 是不是 顺就是 佛陀教我们什么 我们就依教奉行 叫孝顺啊 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 孝顺的佛弟子嘛 那这个菩萨界里面 就讲到要孝顺 所以如果有人在说 佛教徒都不孝顺啊 你说不对不对 我们是很孝顺的 我们不只孝顺自己的父母 我们还孝顺一切众生 好 那而且呢 还怎样 还能够呢 广度一切众生 所以这是 这个第三 就是要等一切佛回向 好 到了第四呢 那接下来他就在讲 如果是这样 你还要把 这个时空 要把它扩大 叫至一切处 所以什么叫做至一切处 他说 至一切处 谁能去啊 就是我们 愿意去 我们发愿去 所以善根及其 共聚一切处 就是你 你要去 总是要 带着你的供养 所以像 华严经一开始 诸佛菩萨来啊 这菩萨来听法 他们有没有带供养的东西 有啊 就很多云 有没有 所以 好 那个云呢 就是云集嘛 很多很多的意思 所以呢 哎 我们说要 要去供养呢 我们要带很多很多很多的什么 就很多的供养品 可是我们的行李箱很有限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如果我们的 这个神通巨竹的话 那就不得了了 好 不得了 所以 这个善根及其 共聚一切处 就是去那个地方呢 去供佛 那供佛要做什么呢 增长了这个福报跟功德之后 把这功德呢 回向给一切众生 是不是 所以以此大愿令善根共聚遍至一切处 一切实 好 所以随所应供供诸福田嘛 所以他在这在讲说 佛子云合为菩萨摩赫萨至一切处回向 什么叫做菩萨摩赫萨至一切处回向 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好 再来 第一个 这菩萨呢 在修一切善根 好 那我们就要记起来 哦 原来我们在修一切法的时候 即使你在家只是扫一片地啊 你都要怎样 都要至一切处回向 所以希望我这一 不是只是在这个家里面扫而已 我希望可以到一切的佛那个地方 去帮他扫地 虽然佛不需要我们帮忙扫地 可是呢 就要发这个愿 这样子你再扫家里面的地 才不会很怨恨 是不是 天下的地那么多 为什么只能扫自己家里面的地这样 好 那此菩萨摩赫萨呢 修习一切诸善根实呢 就说 愿此善根功德之力 致一切处啊 好 是不是 我现在做的虽然是一点点 小小的功德 可是我希望能够怎样 能够发扬光大 可以致一切处 能够致一切处 好 就像是实际 什么叫实际 叫真如啊 真如法呢 无所不至 结果你的心有多大 你的心无所不在 那你心很广大呢 那可不可以 来真的到一切的 任何一个地方 可以的哦 所以 致一切物 致一切世间 致一切众生 致一切国土 这个就是最自在 就是最自在 犹如虚空一样 无所不在 好 所以我们常常说 哎呀我要 我要当天上的一片云 有没有 那云呢 还会被风吹 你如果是当这个空气 好 虚空 是不是就无所不在 好 那 那我们要怎样 让自己能够无所不在 好 那就要怎样 器物这种真实法 那从发愿开始 好 发愿开始 好 所以呢 譬如实际 无处不至啊 譬如实际 无处不至 愿此善根 亦复如是 好 所以像虚空一样广大 我的愿力 无限广大 那我希望 我所修的 这一切的 小小的善根福德呢 都能够无限的扩大 好 所以愿此善根 亦复如是 骗之一切 诸如来所 供养三世 一切诸佛 好 所以 我不只是这一生 能够供佛 我过去 诸佛 也能供养 现在诸佛 也能供养 未来诸佛 也有我的份 好 所以我都希望能够 遇到所有的 诸大天下的 善知识 是 没尊佛啊 那你说 虽然说 一切众生 都是佛啊 但是呢 如果我们 还没有修得 好 知道一切众生 都是佛的 这种境界之前 我们总是希望 还是要遇到 就是 已经修成就的佛 是 比较 有 说服力 就是给我们 比较多的启发 是不是 好 那 你说 我们要发这个愿 希望呢 我们能够 尝遇诸佛 好 常常能够 供养一切诸佛 我们有个居士 他说 哎呀 他这个先生 来退休 退休之后呢 他最喜欢的活动 就是呢 带着他太太 形影不离 所以 他就说 他就说 哎呀 他说 师傅 我为什么到老了 我就跟我先生讲 我又不是什么角色美女 你干嘛一直要带着我呢 好 他先生说 你嫁给我 就是我的啊 好 我说 哦 这个是什么时代 就是古 古代的思想 的现代人 有没有 他说 这就是我的 所以他要形影不离 那形影不离呢 如果看一般的 这种 这个老夫老妻 你会觉得 哎呀 还 看别人觉得 哎呀 还不错啊 间谍情深 哎 可是呢 你要两 倾向月才会 间谍情深 那 那他就说 我都一点自由都没有 我说 那为什么要形影不离呢 他喜欢做什么 他说 哎呀 他喜欢做的事情 都是我不喜欢的 他喜欢去运动 他就勉强 我一定要去运动 我说 其实 如果你想 这也是一个好处 因为这是健康的运动啊 所以出去运动 他说 哎呀 他好累哦 头晕 他先生就会跟他说 你就是太少运动 所以 就把他拖出去运动 哎呀 如果你没有办法去 这个去 去抵抗他的时候呢 你就想说 你看我们现在好 年纪大的都要找人家 来帮我们运动 有没有 还要找请健身教练 啊这个不是很免费的健身教练吗 而且呢 他每天都一定会逼着你去运动 是不是 不用钱 而且他还逼着你 对不对 他不会对你客气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 你就不会那么痛苦 可是他说说 我就是最讨厌运动 所以呢 然后他喜欢 这个去到场参加活动 他就都不给他去 所以这个就麻烦了 对不对 所以他说 为什么我到那么老了 才业障线前呢 人家很羡慕的事情啊 你看老夫老妻啊 叫做那个什么牵手 有没有 牵手的 那应该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可是当 这个两个人的需求不同的时候 就不快乐了 那问题是 天底下 大部分的时间都倒不起来 要嘛就是一个都不想出去 一个都是一直想往外跑 那要嘛就是呢 一个就是喜欢拜佛学佛 另外一个就是不喜欢拜佛学佛 好像都是这样 那那怎么办 那功课是谁要修 这是拜佛学佛的人要修 所以他每次都说 好啦好啦 那我以和为贵 我就委屈求全 就当做消业障好了 我说你这样子想也比较好啦 但是但是呢 他最近不错 他把他先生拐去学佛了 我说呢 他如果呢去学佛 这个学佛他会有一定的进度 那你就慢慢等 等到后面就会有人叫他要走出去 要去帮忙发心 那你就先不要打草惊蛇 你先跟着他的进度 这个其实就有时候 你在看到他在刚刚开始在学佛的时候 你先不要告诉他后面会飞嘛 有一天他要飞的时候 你再说哇好棒哦 那就可以一起飞的 好所以呢 其实这个 这就很难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 这个修行的理念不一样 那有的人说 另外有一个教授 他说他先生 就是人都很善良 可是都不会做善事 有没有 很多人是这样啊 我又没有做什么坏事 可是他也不会去做什么善事 这样 所以那个真的是很难 他说他这一生的功课应该就是他 那我们说 你的功课只有他吗 其实不止 只是他跑到你的生命当中 你好像推不掉 那推不掉的就是功课 那推得掉的就不是功课吗 推得掉只是你不想做那个功课而已 所以呢 菩萨呢 他说 不行 我现在希望呢 我们都能够到一切处 至一切处都无碍 这是我们的目标 可是我们的福报不够 缘分不具足 智慧不足的时候呢 就要怎样 就要积极的学习 所以呢 用什么来学习 用供养一切佛来学习 因为每一尊佛 他有无量的智慧跟无量的经验 以及无量的福德 我们去供养了之后呢 就会有一个大福报会累积 会累积 所以呢 他现在就说 愿以信解大威力固 广大智慧 无障碍固 一切善根 吸回相固 是不是 因为呢 佛陀的智慧很大 佛陀的威力也很大 佛陀的福报也很大 那我们用我们的微博的供养来供佛 是不是 来供佛呢 他会不会很快的呢 怎样舍一得万报 是不是 我们用用什么 其实我们要供养佛 佛陀才不会图我们那些微博的供养 那个根本就没有什么 可是对我们来讲 这已经是我们这一生觉得最珍贵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去供佛的时候 因为佛是一个 你会很尊敬的对象 你碰到最尊敬的对象 你会拿最好的还是最不好的 那如果你是佛弟子 你一定会拿最好的 对你最有恩的人 你就会想说 我要拿最好的 是不是 那以前师傅在当小师傅的时候 刚刚出家 大家就会觉得小师傅嘛 小师傅供养的东西就是有就好 有没有 那很正常 你就会觉得 那你就 师傅这个给你 但是呢 他不会想 他要准备最好的 就是有就不错了 差不多就好 可是当他呢 你看现在虽然年纪 资历 都增长了 虽然不是什么大师 可是呢 大家在供养的时候 就会比较用心了 是不是 连我们这种修一点点的 要一点点在修 那都可以感受到呢 大家对师傅的那种 慎重心都不同 更何况是佛呢 是不是 当你有一天 要去供养佛的时候 你会说 啊 随便啊 这就 要派去啊 快点 洗福 是不是 有的人会这样啊 快要快要会掉了 赶快全部送去 道场供养法师 所以因为法师人比较多 通通洗福这样 那你的这个心 就不是供养的心 可是当我们真正 要去供养 你看 我们说 不是供养小师傅 供养大和尚 你看你就很多人呢 就是哇 这个精心准备啦 哦 弄 就是把它设计的呢 怎样 都恰到好处 好 每一片叶子都是有考旧的 是不是 好 那那这个充满了期待来供养 好 那那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一种很慎重的心 好 所以呢 这样子的一种供养心啊 他就能够呢 哎 种植 无上的福田 好 就像会种下 无上的善根 好 那其实不是那个东西真的 多珍贵 而是那一个 尽心尽力的那个心 所以 啊 那个心呢 哎 他可以怎样 他可以突破我们很多的障碍 所以他就在讲啊 他说 菩萨摩赫萨呢 附作试念 他说 诸佛 普遍一切虚空法界 种种业所起 十方不可说 一切世界种世界 不可说不可说 种种的境界 种种境界呢 一切世间 现助于寿 他在讲什么 他在讲佛陀 为什么我们要共佛 我们为什么要大小眼 因为这个人啊 这个佛啊 他跟一般人不一样 我们一般人 就是随便一个人 你说他再怎么样善良 再怎么好 其实就像刚才讲的 他虽然很善良 可是他也没做什么善事 是不是 我们有做什么善事 我们想一想 我们有啊 看到乞丐给他20块 今天就觉得自己好善良 是不是 扶个老太太过马路 遵守交通规则 你就觉得 好像自己是好国民 这样 那其实就是小善 救个人 或者是举手之劳 你都可以 去到场呢 帮个忙 那这些事情呢 你都觉得 好像多做的 都已经觉得自己 是已经了不起到 不得了到哪里去的 但是佛呢 佛他的善哦 他是广度一切众生 而且让众生 全部离苦得乐 是不是 我们要度一个人 度一辈子都度不动 还快要被他度走了 是不是 但是佛呢 他不只度一人 还度无数人 那度了无数人 你看 这一些大菩萨 全部都是佛度的啊 所以他的力量有多大 他的力量不可思议 而且他不是在这一 这个世界度 他还在无量无处 无量无边的佛世界 各式各样世界 他就列举 列举 那列举呢 在怎么度 叫限注于寿 是不是 佛陀要来啊 譬如说他来说佛世界 说佛世界呢 有没有可度性 说佛世界呢 是很难度的 因为众生 这是什么 刚强难调 在佛的世界里面 都非常有名 说佛世界 在佛的世界里面 算很有名 最难度的 有一部经叫做 思义犯天所问经 这里面呢 就有人就在赞叹 释迦摩尼佛 有一尊佛啊 他说释迦摩尼佛 真的是不是简单的人物 原来佛中间还会讨论嘛 那这种不是很简单 为什么 因为他去那个最难度的地方 竟然还给他度的动呢 是不是 是不是好度跟不好度差很多 好度的你不用度 这里面的人都很精进 现在呢 各位你看千辛万苦来学佛 你家有几个学佛 是不是 家里面不反对你就觉得 哦 好感恩哦 业障好少哦 是不是 是不是现在人很可 很可怜很悲哀 因为你身边很少人 志同道合的 好 所以好不容易呢 你去吃饭 吃饭里面看到有人带佛祝 你都觉得好惊喜哦 是不是 哦 你有你有学佛哦 他说没有啦 那个是我朋友送我的 是不是 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学佛的 你都觉得眼睛一亮 那结果呢 就发现了大部分都没有学佛 而且不学佛的很喜欢反对学佛的 很喜欢干涉那个学佛的 有没有 因为他说怕被骗 对不对 所以呢 像最近我们有一个菩萨 在帮我们募那个华严经 结果他的儿子就说 妈妈你会不会被骗啊 他说 哎呀放心啦 我调查过了 我们一听呢 我们就很害怕 说哎呦这个有调查过 他说他有调查过这样 所以呢 你看你要度众生呢 还要选呢 他结果呢 这佛呢 他要来 来到说佛世界呢 完全没有学佛的一个状态 是更难度 我们现在还好度 是因为什么 因为其实大家本来就有各方面都有一点善根 有一点福报了 已经学的差不多了 所以呢 我们只是呢 在这个地方哦 好像收割一下这样 那那前面都是杂草的那个时候呢 都不学佛的那个时候呢 那个阶段呢 还在那个地方怎样 这个是你跟他讲一句 他跟你回十句的那个阶段呢 是不是 所以呢 每一个人都有那种叛逆期呀 是不是 觉得这是弥性啊 我为什么要信你 在那个阶段 谁愿意有耐心来度我们呢 是不是 所以佛陀呢 在那个阶段呢 就已经来学 埋下种子了 来修行了 是不是 他在三千年前 他就 在印度啊 是 演一个王子 是不是 然后呢 他就出家 出家那时候没有人出家 只有他出家 是不是 所以他就离开家 离开家 他去哪里出家 他没有没得选 是不是 他就到处去学 学来学去的都学到不对的 但是他也很认真学 学到最后呢 他发现 嗯 不是不对 只是不究竟 不究竟 所以最后 他真正的成就的道业之后 他成立了生团嘛 那这个生团 有没有地方 没有地方 就是树 是不是 就在树下 那就 哎 大家都是一起修行 一起共修 然后呢 留下了这些教法 也没有录音啊 也没有出书耶 是不是 那后面的人怎么学 所以用口耳相传的 那以前的口耳相传还可以啊 因为大家记性都不是太差 是不是 而且呢 实际上修正 所以 所以如是我闻都是直接原汁原味的 佛陀直接清传 那后面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 你看现在的佛法 大家都有自己的一套 有没有 然后那一套呢 都歪的 还觉得自己那一套比较好 是不是 那所以呢 哎 这个佛陀呢 在这个当时所留下来的这些教法 经过了朝代的演变啊 看起来我们好像学佛了哦 可是呢 其实在学佛里面 因为看法不同 是不是又有很多的辩论 啊 有的人说啊 念佛好啦 有人说禅好啦 其实都好啊 只是方法的不同 可是我们为了要表现出自己选的是最好的 所以就会开始怎样 开始有很多的什么辩论啊 争论啊 甚至于到最后呢 都在都在什么 写了很多的论述来 来确定自己选的是对的 可是其实我们学的只是很少的片段而已 好 所以佛陀他要在广度一切众生的时候 他有八万四千法门 那这个八万四千法门 为什么这么这么多 所以有一个人说 哇师父你们哦 这个佛经怎么那么多 我们圣经只有一本 是不是 那你如果喜欢简单的 当然就是你读圣经也很好啊 但是呢 有的人就说 啊那个圣经就一本 我一天就看完了啊 那佛经呢 你一天看得完吗 你如果看得完可以来找我 我再介绍你一些 让你都看不完的 是不是 因为你就都读那个 那个外面 那个人家漫画的啦 然后灌过水的 那当然很容易看哦 你真的要看 要看原汁原味 是不是 原汁原味 所以那天呢 我们的师父啊 听说要 那个我们的那个教授法师啊 就教 说大家要看高僧传 结果他们一下课呢 就赶快去找高僧传啊 啊哪里有高僧传 他们就找啊 找到那个漫画版的高僧传 他说哎这里有漫画版 我说你们你看哦 你们都是在读这种漫画版的 好那 那我们小师父呢 就讲了那个漫画版的高僧传 那漫画版的里面呢 有一个阿舍世王的故事嘛 那阿舍世王的故事啊 我说好那你来讲 他就开始来描述 他说阿舍世王呢 他对他的父亲啊 心里面很怀恨在心 所以后来呢 他就哎 把他关起来 关在七重大牢里面 好那七重大牢里面呢 哎可是他都好多天都没有死 为什么 好 我说吃什么 所以因为有人偷偷送东西给他吃 然后他就 哎他就在那边讲说 哎他的夫人 韦提希夫人 偷偷送东西给他吃 我说那是送什么 他说送面包 我说谁告诉你他送面包 他说啊应该是面粉 我说 那面粉好那面粉 那送面粉怎么送 他就涂在身体上 我说涂在身体上 他到到牢里面 还要做面包对不对 他说嗯这样好像是对哦 我说你是看哪一本 看漫画的结果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呢就开始纠正他 说是怎么会去送面包 又送面粉呢 怎么有可能呢 所以呢后来他是送什么 大家知道吗 因为他是被关在七重大牢啊 可是呢好多年 好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死 而且气色非常好 为什么 因为他的夫人呢 偷偷去看他的时候身上涂蜜啊 涂蜜所以他就吃蜜 蜜是涂在身上看不出来 是不是 只是好像化妆一样 有没有 所以他就吃那个 那为什么他气色那么好 其实不是因为他吃那个养生 养盐不是 是因为呢他在牢里啊 这个大木建帘 还有这个社利佛 这些大弟子都有神通 都跑到牢里面跟他说法 所以他听佛法呢 听到呢气色很好这样 所以后来呢 他的儿子就发现了 就不让他的妈妈再去 不准再进 就是要把他爸爸活活饿死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你看你看那个 那个漫画版的 他为了要让你能够理解 他要写出一些合理的 合理的内容 合谁的理 合我们自己的理啊 所以他们一听 哎呦真的不能乱看 乱看那怎么办 我就说 这个大政杖里面很多啊 大政杖里面呢 有四本十传记 十传部啊 有四本 那四本呢 哦他们就很开心哦 赶快去扛 哦怎么那么厚 一翻开 哇那个字那么小 就是那个大政杖嘛 大政杖就是木科版的 然后 哎他这字很小 好我说 那你们每个人都可以看 然后里面故事很多 都是讲故事 非常好看 所以呢一人就包一本 好一人包一本 那我们小师傅也包一本 他说我要看哪一本 我说你看百玉京 百玉京呢就一百个 辟语 应该比较简单 有没有 结果他就哇真的吗 然后就翻开第一页 就第一句就看不懂了 因为百玉京是用古文写的 喜有鱼人 他说这什么意思 他去客人家 就是鱼人 就是吃了那个菜 觉得很好吃 为什么很好吃 因为本来就淡而无味啊 结果他主人一吃说 啊忘记加盐巴 所以他就加了盐巴 加了盐巴 所以他一吃 哇怎么那么好吃 所以后来呢 每一次呢吃饭 人家问你要吃什么 他说他要吃盐巴 就是 他就 就是在辟语我们什么 人家舍本竹墨嘛 可是呢 这个辟语就很难了 他不是文字的难而已 他是意理上很难 那些佛经呢 随便一个百玉经理 听起来觉得是一个 一百个辟语 都好像很好玩 都是故事 但是呢 其实他有他的意理 难在这里啊 难在这里 所以我们真正要深入 经账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啊 哎呀 还真的不容易 不容易深入 那这是佛陀留下来的教法 他想看当初 原汁原味的时候 这些人有多么不容易啊 是不是 佛陀讲的这些话 他们竟然都能够 直接领受 直接领受 所以佛陀他的这个 丰富的这种智慧啊 他留下来之后呢 后世的人还是得意啊 还是得意啊 那除了学习佛法之外 就是用佛陀的教法来深入 这是比较难的方式 还有很多其他方式 你真的没有办法 你就这样 念佛也可以啊 打坐也可以 做义工也可以啊 布施持戒 忍辱经经 禅定般若 很多方法都可以修 所以叫做八万四千法门 那你真的呢 修到你都不知道要怎么修 那你求佛 就有神通感应啊 是不是 这也是一种方法 是不是 视线种种神通变化 好 那菩萨呢 因为有殊胜的圣解力 所以呢 他在度众生的时候 他就会知道 有的人要用这个 有的人要用那个 是不是 有的人的方法 他要简单的 有的人要很复杂 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经啊 有的经典 讲的道理很简单 可是因为简单 有的人说 那没什么 那你就要去读那个 有什么的 其实有什么的 跟没什么的 讲的是一样的内容 只是要调伏不同的众生 调伏不同的众生 所以 他用的方法是非常的多 各种的 甚至于度到呢 你也不知道他在度你 是不是 所以被度还不知道 所以 以至一切处置 普遍开示如来 无量自在神力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是喜欢展现他的神通吗 所以有些人呢 他喜欢讲那个 大家都听不懂的内容 为什么 因为这样子就表示他很有深度啊 有没有 那很有深度的人 他是在表现他自己 还是他有什么其他的目的 佛陀也很有深度 但是佛陀呢 他讲的每一句话 他都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解开我们的结啊 让我们能够心开意解 所以如果我们听了佛法 没有心开意解 或者是呢 越听越多问号 那我们就要去思考一下 第一个 我是不是听到我需要的 是不是我听了没有闻 没有思 没有修 因为如果你闻思修之后 你在佛经里面 佛法里面一定会找到 你能够化解你现在 面临的问题 好 所以这叫做什么 学习的那个动机啊 问题意识啊 我现在的需求是什么 我的疑问是什么 好 那当我有这样子疑问的时候 那你要去哪里找答案 好 那这个就 这个就是师父的功能啊 好 师父是了解很多的佛经啊 所以当大家呢 有疑问的时候 我们要来问问题 好 那师父就会跟你介绍 哪一部经里面 有在讲这个问题 是不是 可是呢 因为大家的习惯啊 从小 学习的习惯是什么 就是单一单向的接受 有没有 老师说这个不懂 要怎样 记答案就好啊 第二 看到就是写二 是不是 看到这一题就写二啊 是不是 所以你就叫做不求圣洁 好像 不是很能够接受 有其他的可能性 你会觉得很害怕 可是佛法呢 他写一也可以 写二也可以 写三也可以 那怎么办 所以这佛法的思考方式 他跟我们以前 写答案的方式 又不太一样 所以那天有一个居士 他问啊 他说师父 这个大圆禁制里面 正道大圆禁制之后 那个巴士田啊 到底是还是有生灭 还是 还是没了 巴士田的种子 到底是有生灭还是没有生灭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这个巴士田的种子 是非望非真 又是急望急真 他说又是非又是急了 这个又就是困难在这边 是不是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其实我们对一件事情本来就有很多的角度 你说实相 实相又无相啊 是不是 无相可是又无不相 所以他到底是什么相 你可以说不是相 但是也不是不是相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 这个就佛法 他要诠释一个道理 让你能够完全明白的时候呢 他必须要用很多种方便 来让我们能够透彻的了达 可是这个透彻了达的过程呢 就会有产生很多的这种障碍 就是这种障碍 那佛他就会用很多的方便来开始解开 所以也许你现在的学习 不见得是 看起来好像 不知道学的到底是能不能够用 但是你在课堂上学的 可能在某一个时刻 他会开花结果 那我们就要让这些 能够开花结果的这种学习 不要变成只有种种子没有开花 太可惜 是不是 所以在这边呢 就说我们以前的学习方式 就是接收性的 就是接收接收接收 诵经诵经诵经 可能在小孩子的阶段 他的理解力不够的时候 的确是就是用 就是你把答案背起来 因为来不及思考了 等你大一点你再来研究 老师的意思是这样 因为这个课堂有限 你一直要解释同一题 就没有进度 所以就没有办法 慢慢慢慢去理解 然后要考试 你先考试取向 先考过再说 可是如果我们在学佛呢 如果学到 是这样子的考试取向 那就太可惜了 因为他要彻底的解决我们的问题 就不能说背起来就好 因为每一个人的人生样板都不一样 那你怎么背起来 所以如果你能够通 有一句话讲 一经通百经通 你即使一部小小的短短的经 你真正完全研究到透彻 你会发现其他经你都看懂了 都明白 因为这道理是相通的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 就是以至一切处置 普遍开示 如来无量自在胜利 所以他这个地方讲说 佛陀因为他的智慧无边 所以他在哪里 他都可以运用 所以为什么要供养佛 供养佛不是说 哎呀佛陀你给我福报 你给我智慧 这样我就哇吃不完兜子走 太棒了 那佛陀的智慧呢 才是真正最大的福报 就是你能够供养佛 是希望什么 希望启发我们自己 跟佛一样的智慧 可是福报不具足的时候呢 其实智慧也不会开 因为福报不具足怎样 处处都是障碍呀 跟这个人合不来 你能有多有智慧 这个合不来就是因为 你智慧不够嘛 才会跟他相处不来 他就一直找你麻烦 你就烦恼的来不及 去用智慧去解开呀 是不是 所以这个就是福慧呢 是两族尊 他是同时的 同时的 所以这善巧方便 所以这是佛陀的智慧 所以这个因为佛陀的 有这样子的智慧呀 有这样子的福报 所以菩萨在供养佛 他用这样子的供养的方式呢 来供佛 那供佛了之后呢 他所熏修所具足的这种善根啊 他就会变成自己的资粮 所以这个是很多 我们有时候说 今天呢 为什么要来供佛啊 这是不是只是一个仪式啊 其实当你有心想要 来准备这个供养具的时候啊 你说 愿于如是诸如来所 以种妙花 是不是 你要供花 以前的人供花要怎么办 你要至少要嘛先种 对不对 要先种花 啊种花的过程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居士哦 他每次种花 他都说 花啊花啊 你要长得好哦 因为我要拿去供佛哦 是不是 结果他发现那个花是听得懂的哦 如果拿去供佛的花 它长得特别好 是不是 你看你在养花的时候 你就这样想 是不是 你在赏花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 我要拿来供佛 好 那这个跟卖花就不一样 所以呢 以种妙花 种妙香 翻盖 床帆 衣服 登竹 集于一切 书庄严俱以为供养 所有的好的东西 好的东西来供养 供养什么 供养什么 供养佛像 是不是 要不然你要去哪里供佛 我说我都准备好了 可是佛都没有来 但是佛在哪里 佛在心里哦 佛在心里就不用供了啊 供自己 佛没有来我只好自己吃了 所以你还是要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对象嘛 所以以相表法 那这个佛像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佛陀在的时候就已经有佛像了 是佛陀去道立天宫说法 有三个月的时间佛陀不在人间 虽然说佛陀分身千百亿 但是对一般凡夫来讲 佛陀还是不在啊 是不是 那佛陀不能跟他说 其实我是在的啦 是不是 因为这样子对对凡夫来讲 佛陀的暂时远离 对他对这个一般人有好处 因为你每天在 反而好像没有那么的 怎样 每天在每天在就不会珍惜 其实有的人是这样 是每天在都不会珍惜 好那以前 以前师父在那个道场 我们以前道场是常常会 有无常什么无常 就是这个师父呢 在这个道场一下子呢 就会被调走 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我好不容易适应了之后 好是不是 好不容易适应这个师父 结果他就被调走了 好啊我不适应的 这个师父一直都没有被调走 这样 就就很奇怪 那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其实其实无常 就是有一些因缘他会调动 那调动的时候啊 好那就有居士就跑来说 哼师父你要走了哦 这样子我以后就看不到你了哦 我就说我在的时候 你也很少来看我啊 所以人很无聊对不对 因为人之僵死 哦不是 那要走的时候呢 出现无常就会讲一些 那个什么应付的话 那应酬的话 可能他在佛要走的时候 才突然觉得佛很重要 好所以 偶尔呢佛陀就要 拿一个包包 假装要走 对不对 好这样子呢 就会有提醒大家 一种无常感 会珍惜 所以呢你看佛的形象 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佛陀去 刀立天宫的时候 啊有三个月啊 结果呢 那个幽田王啊就很思念啊 好想到什么 想到佛陀呢 想到现在都不会有这种思念的问题 因为有Skype 对不对 好直接就可以 好视讯通话 所以一点都没有觉得 好像离很远 好 但每天每天都都可以联络啊 可是过去呢 没有那么简单耶 是真的就是三个月都没有看到这个人 对 那以前有问题 马上就可以找到的人 现在突然有问题 我要找谁啊 对 所以呢 他就非常的想念 想念到后来啊 他就想 哎呀我再这样下去 我茶不思饭不想 这样不行 所以他就请人啊 去塑一个佛像 这是最早的佛像的开始 塑一个佛像 看到佛像呢 就跟佛像讲讲话 就感觉好像佛也还在我身边 所以就像我们说 现在我们有时候思念人 我们就看着他的照片啊 跟这个照片呢 讲讲话这样 那这个佛的形象呢 就代表佛 佛的形象 其实就像佛在一样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有什么 会有佛塔 佛塔是供养佛的遗骨 圣人的遗骨 所以有些人啊 自己的家人 很亲的人往生 你会留下他的一个 身上的一个遗物啊 他的某一个东西 或者是他的牙齿 或者是他的衣服 或者是他的一个手上 曾经用过的那个 那个物品 或者是用过那个杯子 你会留着做纪念 感觉看到他就好像呢 他还在 还跟我们在一起 所以佛塔 佛的寺庙 都是这种意义啊 所以供养佛 供养佛的本尊 跟供养佛的形象 具有一样的功德 重点是你的心 重点是你的心 所以以此善根如是回向 他刚开始就在讲说 我们供佛的功德 佛有多殊胜 佛的神通无边 他广度众生的慈悲 还有他的愿力 那这是非常难得 非常殊胜 所以你供养他 就会有无量的善根 那你不要执着于 我要供养到真的佛 那如果供养到佛的形象 也就像供养到真的佛一样 因为佛陀有讲 见相如人在一样 是不是 那这样子呢 就可以有完成 这个供养的善根 所以以此善根 如是回向 回向什么 不乱回向 一心回向 自义回向 尊敬回向 等等 等等 就是供养一切的佛 这样好 所以上明供十方佛敬 所以到这边呢 就是供养一切的佛 十方三十一切佛 包括佛的形象 佛的塔庙 还有像佛的这种 这个佛的经书 佛讲的话 所以这些都是 我们可以行供养的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后面的部分 好 刚才我们讲 供养一切十方佛 供养十方佛 好 接下来呢 附做事念 就是 菩萨他供养了之后 他会怎样呢 他说 进法界 虚空界 去来现在一切 皆中 诸佛世尊得一切志 好 那 这个佛啊 得一切志 得一切志 好 那我们都来供养他 用什么供养 用所有的最虔诚的物品 但是其实是借由这个物品 显发我们的 对佛的一种恭敬的心 所以我以善根普皆回向 所以以无数香花 无数香床等等供养具 来恭敬供养 这些诸佛世尊 所以这是供养的意思 好 那供养完了之后呢 怎么样 要回向啊 把这一切的供佛的功德 回向 所以下面开始呢 以此供佛行 回向一切众生 那我供养这么多 我不是只是为了自己求福报 我自己好就好 不是 我希望呢 借由 你看 这一些人不知道要供佛啊 但是我知道啊 我知道怎么办 他们都不供佛 没关系 我代替他们来供佛 是不是 那我代替他们来供佛 让他们也增长 修持一点福报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会用这种方式啊 好 所以 那个师傅啊 这是我用我儿子的名义来供佛 我希望呢 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 希望他有善根 有机会呢 有一天他也愿意来学习佛法 所以呢 这是 这个是我们用 什么 用家人的名义 那再进一步 我们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 越有福报的去接触这个 佛法生三宝 所以愿令一切世间皆得清净 一切众生贤得出离啊 希望呢 一切众生呢 他要供佛不是因为什么 不是因为佛他需要很多 不是 是我们有了这个福报的之后呢 最究竟会怎样 会断除烦恼 最后会有智慧 所以终极的目标 希望具有大智慧 具有大福报 所以住实立地 于一切法中得无碍法明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 当我们呢 深入精脏时候 你会发现 越深入精脏 你会越觉得 佛陀真的是智慧无边 智慧无边 那佛陀一直讲 一个智慧无边的人 一直讲 其实我们本来就具有这种智慧 是不是 所以当我们供佛 那到最后呢 我们会启发了佛的智慧 那是不是这个供养这件事情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所以很多人会问说 我要怎么修行啊 是不是 那很多人 说 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好 我们会说 好 先诵经 诵经是不是一种供养 是不是 什么供养 你诵经要不要花费你的时间 要 诵经要花时间 我的时间要拿来做什么用 是不是 很多人他不要诵经 因为他没有空 是不是 好 那他有空 他做什么 他就 他有空 要吃喝玩乐啊 是不是 的确是很多人是这样 他为什么要诵经 他诵经要干什么 所以你能够来诵经的人 花时间来修行的人 本身呢 他就是一种供养 因为你把时间拨出来 我来听法 有没有供养 有啊 我生命当中这个阶段 我来供养了啊 我把我的身体都布施出来 我把我的心都布施出来 有没有供养 有啊 好 那我供养了之后呢 我得到智慧 好 我有了福报 我没有烦恼了 对这个社会 有没有更大的回馈 也是有啊 是不是 所以 我们在这个修法的过程中 修行本身 就是一个最大的供养 一切的供养呢 就是法的供养最大 最殊胜 所以有很多人 一听到供养就是 啊 我知道就是要拿钱 钱是怎么来的 钱就是你的福报啊 你为什么会有钱 因为我花时间去工作 换得了这些薪水 那这个钱呢 就代表我生命当中的 某一个阶段的努力 我把这个努力布施出来 所以布施钱财 也是一种供养啊 好 你说 没有呢 我的钱都是我先生给我的 你都没有给他吗 你没有给他什么吗 是不是 我把我的青春岁月都给他了 所以这算不算是代价 也算啊 只是我们的 我们的职位叫做家庭主妇 这个名词呢 不叫做一个工作 好像变成一种责任 可是事实上 家庭主妇是世界上最辛苦的啊 因为做什么都是应该啊 还没薪水 有没有 所以我们必住就是没薪水啊 可是呢 他已经把他的生命 整个都布施给这个家庭了 那他是不是最大的供养 是啊 那我们现在呢 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 我们把自己的身心投入 有财布施 有法布施 这个都是一种供养 所以呢 另一切众生 具足善根 我希望这样子的供养呢 能够让大众呢 都可以来启发他的善根 启发他的善根 每个人一定都有善根 好 只是有的 他比较没有表现出来 好 那有的呢 他可能还 时机还不成熟 那有的就会 感觉很好 很好带 所以每一个人都具足啦 具足只是 他还不够成熟 具足有这个潜能 可是还没有被开发 你就不能说他没有 好 没有 所以 所以呢 希德调福啊 只是我们怎么样 让他的善根显发出来 所以 当我们呢 能够这样子 很诚恳的回向的时候呢 这个众生的善根呢 就比较容易 开始成熟 开始成熟 其心无量等虚空界 往一切岔而无所致 入一切土 施诸善法 所以当我们的善根具足的时候呢 就会发现你的心量会越来越广大 到哪里 都开始比较吃得开 行得开 所以呢 就到哪里去都比较没有障碍了 而且呢 常得见佛 那成就大圣 这种大圣的根性不容易 因为很多人 学习佛法呢 学到后来啊 他越学 心量越狭小 好 就一心只想要躲起来啊 自己修 管别人 好 所以当我们愿意呢 哎 把自己所行的 那所修的那一点点的善根 虽然 微不足道 可是我们愿意供养 愿意布施 好 这种叫做大圣心 好 大圣心 好 然后呢 具足众善 你要有大圣心的时候 需要怎样 广度一切众生 你就要学无量的法门 好 那自然而然呢 哎 结的缘就开始广大 好 结的缘开始广大 那成就诸佛神童之力 好 我们的缘不够广 其实是 有时候是因为能力不足嘛 是不是 我们哎呀 学的太少 智慧不够 所以遇到他 这个方法呢 行不通 我们就没有方法 所以佛法 有八万四千种方法 这些方法呢 哎 就叫做法门 是不是 那这个每一个法门 他都有他 很精确的一个功能 好 就是他有他对应的功能 可是当我们不够熟的时候呢 你用的法门就很有限 好 所以譬如说 我们同一个症状 好 同样叫做称心 那有的人的称心 要用慈悲来转 有的人的称心 就是因为太慈悲才称心 有没有 他是 哎 是不是 他不是为了自己生气的 他是看到别人被欺负 他 很生气这样 好 所以呢 那个称心呢 你要看他是什么原因 然后去转化他 那每一个人的症状 就像我们头痛 你头痛的原因是什么 是不是 有可能是因为胃引起头 有可能是因为你昨天太紧张 是不是 有可能因为现在天气在变化 那原因要知道 要不然没办法对症下药 所以称心也是这样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原起因是 什么原因 是因贪而起称 还是因愚痴而起称 还是因为傲慢而起称 是不是都不一样 所以看起来都是称 其实他的原因 他有混合的啊 好 那混合之后 要怎么去转化 所以当我们能够呢 具足智慧 还有神通 那我们就可以怎样 就可以更广度一切众神 解决各种疑难杂症 所以呢 成就诸佛神通之力 得于如来一切致志 好 我们都希望呢 能够有智慧啊 好 譬如无我普射诸法 我诸善根亦附如是啊 希望呢 我一切的这个修行呢 都能够有广大的善根 普射一切诸佛如来 普射一切无量诸法 普射一切诸菩萨众 所以他现在开始说 我的众 我的善根希望能够能啊 射受一切 射受谁啊 就是跟佛是一样的 跟佛是心意相通的 好 然后呢 跟佛心意相通 我能够跟佛一样 能够无量诸法 好 所以真正能够懂 无量的法门 所以其实好像 那师父这个 这个学习经教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常常都是那个半退半就 就是 为什么半退半就 上次有一个人 问说师父 啊你是怎么开始学 你是读佛学院还是怎么样 我说 其实刚开始 我是读佛学院 就想说 哇 有这么多经可以读 读佛学院很开心 对不对 可是呢 没有读多久 就变成老师 所以就想说 很危险耶 咱不会几本书 就要当教授师 然后就要教佛法了 那还得了 因为我们知道呢 那个 有什么 有那个百丈度野狐的 那个危险性啊 所以我们每次呢 就很担心说 哎呦 要当老师 还得了 等一下一字之差 到时候去当狐狸 比较快 所以就很紧张 那就是因为紧张 可是又得要去教 怎么办 就要赶快呢 大量的把佛法 就赶快多看 免得讲错啊 对 那多看了之后呢 哎 看越多 谁收益越大 是自己啊 因为为了要上一堂课 你要看很多书 所以呢 看佛经 而且呢 那个时候呢 没有时间去看那些 别人解释的 因为你去看那个 人家解释的经 哇 你会发现呢 他的解释 比佛经还要难 所以后来就放弃了 放弃了 就不要去看那个解释 直接看佛经的原文 然后看到 看到最后 读到最后 你会发现 哇 你进入了一个宝藏 这佛经里面呢 他有非常多的宝藏 那读的过程中呢 他自然而然啊 他就会组合组合组合 就在你的心里面会组合 所以要读的够多 好 读的够多 学的够多 然后呢 哎 当我们要讲给别人听的时候啊 哎 他就会开始变成你的 你的语言 会内化 所以这个就是 你的要有一个好同 好同餐啊 什么好同餐 就是呢 我们上完课啊 有一个人喜欢听你分享 好 啊 但是呢 这个喜欢听这件事情呢 那就决定权在谁 就是这样讲的人 你不要讲到只有一次 他就再也不接你的电话 是不是 所以 所以有些人啊 就是 当我们呢 愿意去讲给人家听呢 哎 大家呢 喜欢听啊 那就表示了 哎 你在这个讲的机会当中啊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可以学习 可以提升 好 可是你如果发现呢 哎 讲到大家都去上厕所 那你就要调整一下 好 所以 哎 什么方法可以让 让自己可以比较快的 好 可以 那个 就是可以一直有这个讲的机会 好 第一个 你要讲一点笑话 啊 不是啊 不是啊 是这个 但是有些笑话很无聊 就只有那个讲的人一直笑 听的人都黑黑 这样 好 所以 所以 这是什么 什么意思 就是 你觉得有趣的 别人一定也觉得有趣 你自己都觉得很无聊 啊 你讲出来 你自己讲的人都快要把自己催眠了 那基本上 那可能就有限 好 第二个呢 一般人听人的说话 好 耐性大概五分钟 所以不要讲超过五分钟 是不是 哎 讲 言简意该 好 让他意犹未尽 好 这样子呢 就感觉呢 就 哎 很能够引发兴趣 所以最怕的就是那个 好 现在来宾致辞啊 结果他讲二十分钟 那个真正要演讲的 那个人都没有时间讲 有没有 那就是 这个就是 不懂得 人情世故 所以 他讲的再怎么精彩 要知道哦 我们在听的人呢 哎 他的感受啊 很重要 好 所以呢 我们说 哎 要学习这些佛法呢 有一个好听众哦 你要很感恩 是不是 好 那就像那个 丽华啊 他的那个妈妈哦 就是 哎 现在是在安养院哦 都在休息 是不是 哎 他就是好听众 因为他就一直躺在那边听 那就很好的听众啊 就可以去讲给他听 所以跟他开示 是不是 好 那 那有些人呢 他的 这个反应呢 比较反弹的时候 你不一定要 马上就讲给他听 你可以讲给 好 这个 你的佛听啊 啊 他旁边就会 旁听 有没有 他就偶尔听了一句 偶尔听了两句 好 所以每一个人 他要熏修的方式 他得度的因缘都不一定 好 像以前我们有的居士 他就是 哎 上课 他是上课呢 他就 那个电脑就开着嘛 开着 有人会耳濡目染啊 虽然耳濡目染哦 那个会 偷听的 那个是有善根的 好 那个耳濡目染哦 我会叫你小声一点的 那个就是 好 比较没有善根的 好 但是没有关系啊 就偶尔还会听一下 偶尔听一下 好 所以 我们在这个 学习 说法给他人听之前 我们自己要对佛法 有多一点的学习 是不是 那学了之后 在练习讲给别人听 慢慢慢慢就会越来越多 因为当你在讲的时候 发现 哎 好像没有很清楚 就会引发 让我们自己更深入 所以佛法要有解 又要有形 有形了之后呢 后面啊 正就很简单 因为他 你做一定有效果 有没有做 很难有效果 有做一定有效果 有的是好的感受 有的是不好的感受 有不好的感受 就可以让我们 可以怎样 更深入的去研究 为什么会 没有好的效果呢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反复 在练习的过程 所以当我们呢 可以能够深入佛经 深入佛法的时候啊 我们会发现 其实原来哦 这个世界 还有这么多 有意义的事情 值得做 不会每天就是只有呢 哎呀 吃饭睡觉 吃饭睡觉而已哦 那还有很多事情 那这些事情呢 其实是可创造的 也可以说 啊 你不想做 也没有人要求你做 所以就是多做嘛 那多做呢 对我们的心境啊 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 有做的人 跟没有做的人哦 这个一辈子都从来没有 要去度谁 要去利益谁 要去帮助谁 这样子的人 他永远不知道 自己是可以 有这么大的功能 所以菩萨行的过程中 其实受益最大的是自己 为什么佛陀就教我们 要去行菩萨道 以前我们就想说 哎呦 我们自己修行都来不及了 啊 我干嘛 这些人又跟我无关 是不是 为什么我要去度他 他也不见得喜欢我 也不见得要我度 是不是 啊有很多人在度就好了啊 好 可是呢 哎 当你读了佛经之后 你就发现 嗯 这个佛哦 你不管读哪一部经 他都要叫你要行菩萨道 那一定有原因啊 好 结果真正的 好像试着去做 也没有做得很好 可是发现 原来自己是收益最大 所以这个佛经呢 里面的这些方法 要靠度众生 才用得出来 因为无量珠法 我们能用的 适用的 就只有那两三个法 是不是 我们会相应的法 就是那两三个 可是当你要度众生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哎呦 不够用 你会的那几招 可能别人不喜欢 那怎么办 你还要多学几招 是不是 要不然每次都一招办事 就走天下 好 你会发现 哎 原来别人不一定喜欢这几招 只有你自己活在自己喜欢的这个境界而已 所以他就会打开我们的视野 让我们能够学习无量珠法 然后呢 当我们学习无量珠法 你就会设受跟大众同样有共同的善根 所以就叫同参道友 好 所以各位其实是有同参道友啊 是不是 可是你同参道友 如果跟你不同的层次境界 其实很难同参 所以有时候你讲的话 那个程度不到 听不着啊 是不是 那你说真正要能够呢 在这个支箭上啊 能够一直不断不断的互相提升 然后让你可以更上一层楼的 其实不见得会有 好 所以那时候呢 哎 师父在 那个经社啊 就 哎 上课 那我们老和尚的德恨 具足啊 所以呢 很多人来到场学佛 他对师父恭恭敬敬 其实是因为老和尚的德恨 可是我们很容易 因为我们叫做住持嘛 所以很容易以为 他就是在恭敬我 自己修得很好 其实很容易会有这种危险 因为那个名字本身啊 就有一种代表性 是不是 那是不是真的自己学得够 不是 是 可是你到一个顶点的时候 你知道自己的修行 还不是很具足啊 还不够啊 可是大家都已经怎样 其实就是有时候呢 怎样 两光的度 比我们更两光的 你就会觉得你很会度众生啊 是 可是你两光要不要突破 要不要变成一光 不是 不是 你就会知道这个不够啊 啊不够你怎么办 可是当你已经没有人能够在帮助你的时候呢 好 你要怎样 你就要广集福德资料 要主动 主动去去走出那个舒适区啊 主动走出舒适区 所以 所以你在这个 树 大树底下 大家都恭敬你 不见得你修得很好啊 是不是 大家只是因为很有善根 然后恭敬 我们的大师傅 所以他对法师都是客客气气 都很有善心啊 可是不表示你真的就突破了那些 所谓的你的一些无名跟无知 其实那个是无知嘛 你不知道世界很大啊 所以因此呢 在那个时机呢 就知道自己是需要再进一步去突破 再进一步到不同的领域去 再去锻炼啊 所以很多人说 哎哟师傅 你们出家了 还要求名 还要求利哦 还读那个博士哦 我说是啊是啊 我们要求名求利啊 博士会有什么名什么利啊 你看那么多博士都流浪 是不是 不是啊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 其实是希望能够再锻炼 就是那锻炼的方法呢 最快的方法就是学习 好 学习 学习是一个 你愿意学习 表示你已经知道你不足嘛 学然后之不足 因为不足而学习 所以学习是一个让自己一直不断进步的 那菩萨怎么学习 菩萨在众生当中学习啊 所以度众生发现 哇行不通 这个法门不会学啊 是不是学了之后 他就会累积他的资良 那所以我们其实整个佛法 其实他就是一直在教我们要学习 有没有 实行 实行的之后呢 实回向 也是要学 实回向之后 实地 你说耶 我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你要不要学 还是要学 出地 要学 变成二地 二地要学变成三地 然后学到佛 你就会发现 原来呢 这一切的学习 他都是在降服我们的我执跟法执 就是转化 在借由这个过程当中 你才会真正的放下你的身段 学得不够多 就会傲慢 就是要自己以为自己已经很厉害了 那学到呢 无量法门皆学 你就平等了 你就知道每一个法门 每一个众生 他都不得了的 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的 是不是 所以这个佛法的学 跟一般世间的学哦 差距很大 对一般世间呢 学个三年五年 然后就已经刺擦风云了 是那佛法呢 学越多的人呢 越怎样 越发现众生真的平等 每一个众生都是无量的法门 所以呢 这叫做普摄一切诸菩萨众诸菩萨行 这个就是当我们这样回向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原来呢 这些菩萨法真的是殊胜 真的是殊胜 好 那普摄诸佛大神通力 普摄诸佛力无所谓 普摄菩萨三昧辩才陀罗尼门 等等 这个普摄是什么 就是当我们回向了之后呢 你自然而然 你就会射受这些功德 射受这些功德力 所以菩萨摩赫萨以诸善根如是回向时 用无所得而为方便 好 什么意思 用而不执着 那这时候是不是可以随意使用 观世音菩萨有一尊叫做牵手牵眼 牵手牵眼呢 他上面的法器 就是他的工具嘛 那他要用哪一个 是不是 我们说 每一个境界都要用一个方法去解答 那你要去解决他的时候 你要用哪一个 哪一个对应的 是不是 有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对应的时候 不见得会对的刚刚好 是不是 不见得对的刚刚好 所以上一次 那个我们的小师傅他写 写那个作文啊 不是写那个 不是写作文 写那个填空啊 所以我们以前那个国语 考试不是都会有一个填填看 就五个词让你填到五个空格 让你练习对那个字词有造句嘛 结果呢 他上次要去新竹 然后在路上 他就 就在那边写他的国语作业 写到一半就卡住啊 他就在那边发呆 我说啊 他卡住了 我就问他 怎么了啊 他说 不知道还要填 这个要填什么 那五个词不是填入五个空格吗 这样不是很简单 结果他 我就看他第一题 就是 那个台湾是个什么之岛 然后呢 第二题就是人民应有什么意识 然后呢 那个格子里面有风和日历啊 有危机啊 结果他把第一个填什么 台湾是个危机之岛 所以第二题就填不下去 因为剩下风和日历啊 难道人民应有风和日历的意识吗 所以他就卡住了嘛 他卡住了 他就就那个地方就填不下 我说你有没有发现填错 这样 他就想 台湾是个危机之岛 也是对 如果他最近是有看电视的话 但是他没有看啊 那后来我就问他说 那你为什么要填这个 他说危机是什么啊 原来他是不知道什么是危机 是不是 所以呢 当你都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 你就会不会使用这个词 是不会 就是看到有空位 就给他填下去 那后来我研究发现 他是看那个空格的大小 有没有 那个空格比较小 他就写两个字的 空格比较大就写四个字的 那这也是一种答题的技巧 是不是 可是就是刚好答错这样 所以我们 在使用这些法门的时候啊 你要怎么去刚刚好 用到刚刚好 所以我们有一千个方法 可是你来了一千个人 他如果刚好是对应那个方法的哦 是不是 你要相信 每一个人一定有他读到的法门 那那个读到法门是什么 是不是 有一个人他来到你的面前 就差你讲那一句话 他就开悟了哦 可是那一句话是什么 是不是 佛经里面不是有四句记吗 请问哪四句 是不是大家都很喜欢问 四句记啊 乃至四句记啊 是不是 我也会讲四句 就那四句啦 好 有没有 可是到底哪四句啊 是不是 我们需要的就是那一句 可是偏偏就没有人讲给你听 是不是 好 那 谁会知道 那一句就是要这样子讲 那我们就是都是讲错话才会 文不对题 人家都没有开悟啊 是不是 所以我们明明就知道这么多 是不是 你的脑子里面有这么多的词句 为什么每一次都要挑那一句 讲出来人家都跌倒的 有没有 我们能讲的话那么多 可是我们却常常都喜欢吐 吐什么 是不是 是不是明明你的内容不是那样啊 可是你却喜欢去讲 好 让你降低你的格调啊 好 是不是 所以刀子口 豆腐心 你明明是豆腐心 你为什么都要吐刀子啊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不懂得方便 然后等到真的要互法互教的时候 你就会不会吐豆腐出来 有没有 就突然 哎 面对这个你该要怎样 发威的时候 你就突然就软弱起来了 所以都伤害不该伤害的 然后不该该修理的都没修理到 是不是 所以呢 这是这个就是不会 不会用 那为什么不会用 因为执着的心 让我们不知道 好好的运用 所以要用 所以要用无所得 无所得之心而来用 你就会知道怎么用 是不是 因为有些人 你怕得罪他 你该讲的你不敢讲 你就怕什么 怕什么 怕他起烦恼心 怕他不来护持你的 怕他对你不好 怕他对你印象差 有什么好怕的 是不是 所以那个刚刚讲那个居士啊 他先生都 就是都认为他是他的啊 所以都要形影不离啊 要控制他啊 是不是 就是叫他 哪里都不准去啊 好 我说可是他可能从来不知道 你不是不舒服的 因为你看起来都很开心啊 看起来都很随顺 其实你从来没有让他知道 你的内在 内心是想什么 会不会到有一天 他突然发现你是很痛苦的 其实他不愿意 他并不是想要让你痛苦 他只是觉得你这样子会比较好 是不是 我们只是没有 常常怎样没有沟通 所以对方永远不知道 原来你是不喜欢 所以不是有一个心灵鸡汤 讲那个鱼头的故事吗 所以妈妈从小都是把鱼身体给人 然后都说他要吃鱼头 他的小孩一直喜欢他妈妈 一直以为他妈妈喜欢吃鱼头 其实他妈妈是最讨厌吃鱼头 只是因为爱小孩 所以把最不好 觉得最不好吃的 就留下来给自己吃 可是说不定那小孩子 是很喜欢吃鱼头的 所以我们是不知道 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套在别人身上 所以这个执着的心 让我们常常会出了很多的问题 就不能够方便 不能够方便 所以用无所得而为方便 不于业中分别报 不于报中分别业 业跟报不太一样 业跟报不太一样 业是什么 业是造作 报是结果 什么是业 什么是报 有时候我们会分不出来 譬如说 打坐的目的是什么 要让自己心不要乱 对不对 可是很多人呢 他说我的心好乱 所以不能打坐 有没有 师父我的心很乱 我不能打坐 就是因为心很乱 你才要打坐 我的心已经很平静了 你需要打坐吗 你的心很平静 你就是在打坐了 师父我还要造业 所以我不能持戒 就是因为你一直在造业 才要持戒啊 是不是 所以说 我还会杀生 我还会偷盗 我还会妄语 所以我不能持戒 这个叫导果为因 是不是 你就是因为都做不到 有这些过失 所以要持戒 持了戒 等到我都修好了 再来持 修好了还需要持吗 修好了就不用持了 是不是 所以叶跟报没有办法分辨 就混在一起 但是我们怎样才会真正 叶又跟报分得很清楚 又能够不执着 所以有些人 持戒就是在等着好的果报 布施就希望马上就赚大钱 刚刚开始学佛 无可厚非 所以我去行天宫捐个一百块 你就想要 这个业绩就可以怎么样 这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所以烧个香 然后全家要保平安 供个佛 你就让小孩子都要怎样 金榜提名 是不是 所以我们是希望有果报 但是那个果报 你如果去做一个很详细的 在那边分别 就变成跟佛陀的交易了 所以他说 我今天付出多少 我要得到多少 那如果用这种心 你去度众生 就基本上很困难 因为度众生 你有期待的心 你怎么度 你就不叫做度了 你只是在利益交换而已 所以佛说 菩萨摩赫萨要修回向的时候 你既然要广度一切众生 你就不计任何代价 不要去说 奇怪我每次都回向回向 怎么没有比较好 所以业中分别报 你说你的努力要不要有回报 一定要有 一定会有回报 但是你不要去分别它 那从报中一直要去研究 到底我造了什么业 也不需要 那你遇到的这个结果 我们很喜欢分析嘛 每次说 这个人人格有趣啊 是因为什么 他就是感情挫折啦 所以后来导致怎么样 可以啊 你可以继续分析 我现在这个样子都是 小时候父母亲没有养好 也可以啊 那就像我们有一个师傅啊 他说 他呢 这个从小都很自卑 因为他皮肤很黑 然后大家都笑他都没喝牛奶啊 所以他的皮肤是巧克力色 所以他巧克力色 他就觉得 奇怪我的家人都白白的 为什么只有我这么黑 后来呢 佛陀 不是啊 他师傅呢 就派他去那个 美国 结果呢 突然之间变成最流行的肤色 那白人就好羡慕 哇 你是去哪里晒的 可以晒的这么好 是不是 所以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那他小时候很自卑啊 自卑是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 因为他很特别黑 中国人喜欢白 所以他就说 啊 你是不是小时候没养好 可以是这样说 啊 我都没有喝牛奶 是不是 那你再次讲到以前 并不能够让你现在比较好 你只是感觉比较好而已啊 并没有改变你的现在啊 那你说以前呢 哎呀 我的父母亲没有栽培我 所以我现在就不学无数 好 那 哎 我以前呢 都被人家骗 所以我现在不相信任何人 我以前呢 在事业上呢 都失败 好 所以呢 我现在没有办法再站起来 那你再去解释这个原因 有用吗 好 所以佛陀讲 解释原因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改进那个原因 而不是只是合理化你现在的果报 你如果合理化现在的果报 那你就一直烂下去了啊 是不是 你人格扭曲的确是有原因没有错 可是你如果继续要这样子扭曲下去 你后面也不好过了 是不是 所以呢 哎 我们知道啊 过去没有好 那是怎样 积极的现在改快 赶快改进 改进 后面就会转化啊 就会改变 好 而不是只是 啊 都是以前的错 都是别人的错 可以啊 别人千错万错 最后谁在受报 你自己在痛苦 好 所以不予报中分别业 好 那哎 他就会有这些障碍啊 菩萨如果要这样子度众生 他忙死了 每一个在地狱的 他看到这一锅说 啊是怎么会去摆啊 有没有 他每天都会在那边问啊 是不是 哦 这些人 就刀打听 有没有 请问他 为什么会被关进来 哦 啊 为什么那个有名的那个也在这里啊 啊 为什么那个那个也在这里啊 是不是 那你这种心态 你就不要度好了 是不是 度到最后就变八卦 是不是 所以呢 哎 你看 你要看到人家的果报 你不是去一直去研究他的业 你现在要赶快把它转过来 哦 所以呢 虽无分别而普入法界 虽然不分别 哦 但是能够广度一切众生 这菩萨这基本的素养是这样 所以他听到再多的 哦 内 这个内心的话 他都不会把它当成 哦 是一个什么 分别的依据 我们会啊 我们听到这个人 他内在的声音 啊 有一些不堪的过去 你对这个人会不会产生 另外一种想法 是会啊 那就表示我们还有分别心 你不管觉得他特别可怜 还是他觉得他特别可恶 或者是他觉得他特别无名 都还是一种分别 会影响你要不要度他 所以有时候你说啊 最大恶习不想度了 这样子你很难做菩萨 所以一定要有不分别的心 啊 那不分别的心 却又能够普入法界 这不简单 因为很多人说 那不分别 那我就不要做 因为度众生就会有分别心 是不是 我会怕执着 那我执着了 我就不要做好了 是不是 多做多执着 那我就不要 不要度 赶快躲起来 那这样子你就变成 没有慈悲心 所以又要有慈悲心 又要有不执着的心 那这个就是啊 菩萨的一种 善根的一种作用 所以虽无所做 做而横住善根 虽无所起而勤修善法 所以不求 但是很积极 不信诸法而能深入 不有于法而惜之见 所以你看他一直在告诉我们 第一个要先无所住 是不是 无所住 但是又要升其心 有没有 要积极 但是不执着 很多人是 啊那无所求 那我就变得很消极 什么都不要做 好 那做了又都执着 所以这个呢 就变成 修行的时候呢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心态 非常重要的心态 若做不做 皆不可得啊 知诸法性恒不自在 息见诸法而无所见 普知一切而无所知 好 所以简单来说 就是广度一切众生 而不执着众生相 广知一切法 而无知一切法之相 叫无所知 好 那 这个其实 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呢 其实他要怎么去转化 我们其实累积了一些修行啊 累积了知识 累积了佛法之后啊 有一个阶段哦 这些知识 这些法门哦 会反过来障碍我们自己的超越 好 就是因为你学学学学 到后来你会被框架住 好 那个被框架住 好像学了之后呢 你会在这个冥想中的迷失 所以哎呀 读好多经书啊 所以有很多人很渴望 哇 深入经账 我要读好多好多经哦 然后读读读 读到呢 就像我们在宋华严经 很多人就想要了解每一句 是不是 你了解每一句 你就会很辛苦 可是每一句都不了解 也会很辛苦啊 所以你不能说 因为不要了解每一句 所以我通通都不要了解 好 那那其实呢 其实我们就是不要太在意 懂了就赚到啊 是不是 那有的人就是 哎呀 我都不了解 那我要好好来参救 所以上次有人送的第一 第一卷哦 他就停下来了 因为他觉得这是一部 非常深奥的经 他一定要好好的找一个 好好的时间 好好的深入 结果好到现在三年了 他还没有深入 因为从此就不敢再深入了 因为太深了 所以呢 哎 其实我们说 广学 但是不执着 这时候就 不会什么 就 就不会产生障碍 可是有的人呢 因为怕 广学变成杂学 好 广学变成杂学 就变成心烦的更乱 那这时候怎么办 你要知道 所有的经哦 不怕你广学 你就是学的多 你才能够真正的 把它内化 真正的内化 学的多才会内化 因为佛经本身 他就具有内化的功能 因为学的不够不够多 才会杂学 那为什么会杂学 因为乱听 东听一个 西听一个 而且我们的讯息来源 其实老实讲 真正乱的 不是佛经 把我们弄乱 是那个电视 是不是 你吸收的讯息 哪有全部都是佛 你如果都 每天都是在道场 我才不相信 你会这么杂 是不是 都是因为 你除了看这个 觉得自己 要广学多文 所以每天 也要看报纸 也要看媒体 也要看这个 看那个 所以你看到的 不是都是佛讲的话 所以那个杂的讯息 其实不是佛 让你杂的 你如果学的够纯 你的所有的智慧 开了之后 你再看这些世间法 全部都变成佛法 可是你还没有到 足够的纯的时候 你看世间法 它就会障碍你 深入佛法 所以前几天 有一个居士 他在跟师父辩论 他说他要用科学 来研究佛法 我说很好啊 可是 因为你的科学的底子 有20年 好 你的佛法的底子 没有那么多啊 是不是 没有那么多 好 那你要用科学 要去汇通佛法 那你就要看 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如果只是要 哦 串联在一起 然后很开心 啊 这个哦 其实师父要送你一句话 这个叫做美护棋 因为你的佛法 是要针对性的 佛法是要解决烦恼的嘛 是不是 那你解决烦恼 你还去跑去科学 然后串联过来的时候 有很多时候 业障出现的 比你的串联还要快 这时候你会不够用 你的法不够用 因为熏修的不够 所以如果呢 你的法呢 能够呢 诶很怎样 很专注的去贯穿 其实前面三年比较辛苦 所以前面三年你就 诶大量的学学学 学到呢 通了之后呢 你什么法你都通 好 可是很 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呢 就卡住 诶他 他一碰到这个深入精脏的 就很辛苦 他就生不进去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实修 没有配合做功课 做功课这件事情 会让我们把心啊 真正的深入到 那个法界里面去 因为做功课 他会把我们自己的 那个烦恼的心 散乱的心 把它逼出来 有没有 所以刚开始诵经的人 都好辛苦啊 一边送一边看 到底还有几页 对 那你说 你说啊 利玉说 没有啊 我都送到停不下来 只有他是奇葩 他前面有20年的禅定基础 他当然就过了那个阶段 后面就是倒吃甘蔗 佛法也是这样子 禅修也是这样 所有的法门都是这样 刚刚开始修 都是头昏脑脏 有一个居士呢 记得一封信说 师父 你讲那个空 讲到我都好昏哦 是啊 因为空不是用讲的啊 是不是 那那个是在这个修的过程当中呢 你要一直不断不断不断的累积 然后累积到一定的量哦 这个佛法会贯通 所以菩萨的修行呢 就是以量大量的发心 愿就是把这个 这个修行的频率提高嘛 是不是 说啊 我希望呢 能够多做一点 多做一点 所以众生无边 是愿度 那你的心呢 够大 你说我的发愿呢 就是我要度1000个 你可能1000个做不到 但是至少也是100个嘛 可是你说我的发愿就是 问到一口 你会发现你辈子就还是度不到他 是不是 一个的愿 他就得不到 达不到目的 你的广大的愿 他就会有少少的成就 所以发愿要发高的啊 发大的 取法忽上得忽其中 因为我们的获得会打折嘛 因为他不是那么快就会成就 所以这边呢 就是当我们要 普色学一切法 了解一切众生 能够深入一切法界 菩萨如是了达境界呢 就能够怎样 好治一切法 真的就是能够通达 能够通达 所以就像那个船上就讲啊 说哎呀我们这个学习啊 我好像没有学到什么 但是呢 我52堂课 52起嘛 52起 我没有一堂课落掉 这就是不得了了啊 累积累积累积到 这个素养就出来了 修行的素养 举手投足就看得到 好所以呢 这个知一切法因缘 这个因缘啊 就在起灭的过程当中呢 你就可以去观察这一切的法 所以见一切诸佛法身 乃至于了解这个世间的因缘变化 好 那了解世间因缘变化呢 就知道呢 一切众生其实啊 每一个众生看起来都不一样 其实他也差不多 是不是 众生法就是众多生灭之法 就是因缘和合之法 所以因缘和合之法 你的方便善巧就可以对症下药了 对症下药 所以贪嗔痴看起来是不一样 其实贪嗔痴 它的真正你去分析完呢 它的内在呢 其实它的样式都是一样 怎样样式 譬如说你对这个劲 你贪它 你就会有称 是不是 贪而不得 是不是就有称 所以我恨一个人 其实是从爱的基础才有恨 好 那我爱他 我希望他 我渴望他 可是他就不遂我的愿 好 不满我的意 甚至于他反过来伤害我 好 所以呢 就会造成反差 所以这个就是 好 这爱跟恨呢 看起来好像是不一样的东西 其实 它的本体是一样 好 所以 于有为戒是 无为法 而不坏 有为之相 于无为戒是 有为法 而不分别 无为之相 好像在绕口令 是不是 所以一切其实是无为 但是不爱有为 是不是 体是无为 相 用是有为呀 所以当你能够看到一个人的用 或这个世界的用 这个世界的相 但是他的本体 也不会受到影响 好 那可是你依据这个本体 你并不会去障碍你的有为之相 所以呢 其实这些的都是 这个整个就是体用无碍 所以菩萨如是观一切法 必尽极灭 成就一切清净善根 而起救护之心 等等 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 真正的回向的一个意义 所以我们前面呢 就供养佛 对不对 供养佛之后呢 回向一切的众生 回向一切众生 如是回向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你的心可以到一切处 所以称可一切诸佛之心 严禁一切诸佛国土 教化成就一切善根 这个叫做等一切处回向 好 那这个地方呢 其实就在讲 当我们这样子回向之后呢 你在这边是这样 在他方世界也都是一样 好 就是变得怎样 无碍 一切国土都没有障碍 好 那你能够呢 成为一切众生的依靠 因为你在这边度众生 你到那边度众生 你到哪里去都是一样的 所以菩萨没有说 我只度我想度的人 是不是 我只度我们自己的人 所以你的心量呢 就会打开 不是只度自己人 你连他方世界也度 你各行各业都度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呢 我们对人会有分类啊 是 冤亲不平等 好 乃至于呢 哎呀 我看到我自己人 你就特别喜欢 有没有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的心要打开呢 用这个等一切处回向这一段呢 可以扩展我们的 这个 这种慈悲心 菩萨摩赫萨如是回向时 哎 他就具足 一切的 善根福德 因缘 好 就可以互持一切的众生了 好 那这个是他的功德 那这个是他的功德 他的功德 所以这是在简单来讲 第四 至于切处回向 其实他到这个第四的时候 前面是守护众生 然后第二个守护自己的善根 对不对 第三个 他在讲 你要守护众生 你要守护到什么程度 希望能够达到佛的境界 在讲目标 好 第四个 要扩大你的影响力 所以叫做 至一切处嘛 是不是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扩大 因为我们的心量不够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讲 那心量不够怎么办 学习呀 学谁 学佛 所以一开始先供养佛 供养佛之后 你才知道原来哦 这佛的智慧跟神通 无量无边 好 那我们就是 视野太狭隘 只看到这尊佛 你如果看到无量无边的佛 都是这样 世界上原来到处都有菩萨 是不是 所以呢 师父在写这个博士论文 大家都要一本啊 为什么要一本 我也不知道 就只是要那个一本 有一本博士论文 大概是这样子啦 那 那 好奇里面是什么 是不是这样 好 那好奇里面呢 那也没有关系 因为这里面呢 其实 我借由这个博士论文哦 在研究 是访问 在美国的这些企业家 佛教徒的企业家 那就访问了啊 这几个企业家 互相都不认识 可是他们都在 他自己的领域当中 行菩萨道 那最后呢 我发现原来呢 当你在佛法里面呢 启发了菩萨的发心之后啊 好像你做的事情呢 在不同的地方会有一个同样的趋势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在世界各地都在做同一件事情 没有约好 不约而同的都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菩萨呢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法界 这个世界到处都有菩萨 你只是不知道而已 所以你会觉得 奇怪 怎么好像都没有人要学佛哦 那是你没有看过啊 你没去过净土 你不知道人家学佛学成什么样 那因为呢 有时候师父会去很多地方 有的地方呢 民风比较狭窄的时候 他比较保守 他就活在他的世界 他已经是这一个群体里面最用功的 那他最用功 然后他就变得很傲慢 可是呢 那是因为他没有看到 人家真正用功是什么 是不是 那当你看过很多人都 哇 还有这种大菩萨 还有那种大菩萨 你一点都不会傲慢 而且 你还会发现 原来这个地方行菩萨道 那个地方行菩萨道 其实大家都在行菩萨道 这时候你的心就不会狭隘 所以呢 叫至一切处回向 那真正的 当我们的心 接轨到佛的境界 你就会发现 就射受十方的菩萨众 就是跟所有的菩萨 十方诸佛都同一个鼻孔的 好 所以有这样的回向的时候 身口意都广射一切处 就是得至一切处 有没有 所以这边讲 得至一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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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夜能够千百亿化身 雨夜千百亿化身 做什么 广说一切法 义夜呢 不管在哪里 你的意念 都是受持一切 如来的教诲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了 到哪里都好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上次有 有讲过 这个 我们在实行的时候 菩萨 要不失 然后要持戒 要忍辱 要精进 这个精进的时候呢 发生了一件事情 好 就是怎样叫做精进呢 就有一个众生来了 他说呢 我现在在地狱 我好痛苦哦 你要不要去代替我去地狱 好 有没有 记不记得 有 那这时候菩萨会说 要还是不要 不要 你自己再去地狱就好了 你为什么要把我拖去 那你是不是菩萨 当然不是啊 菩萨会说 我能 我去 好 然后这个 好 就有人会问说 去多久吗 是不是 好 好 那不好意思 你去就永远去 永远去 菩萨要不要去 还是要 好像无奈 没办法 谁叫我是菩萨 这样子怎么当菩萨 为什么他还是会去 为什么 因为菩萨的心 他到哪里都一样的时候 他去地狱 跟他去净土 是一样的 所以他去没有关系啊 他去那边 他就是净土啊 好 那为什么他要跟 愿意跟众生交换 因为这个在地狱的众生 他之所以在地狱 就是他受环境影响很严重 他才会被这个地狱的景象困住嘛 好 那他需要什么 这个人特别需要在佛身边啊 就是不会修的人才需要佛啊 会修的他自己就是佛了啊 所以会修的要去代替不会修的啊 受苦啊 因为会修的人他去地狱 他也不会苦啊 可是会苦的他必须要去净土 他才不会苦啊 他需要靠环境靠他力的加持 是不是 所以为什么菩萨他会愿意 他说啊 菩萨都是他傻傻 不要做生意 人家就是傻傻的 然后就是菩萨 有没有 是不是 所以呢 哎 你看我们这样想 为什么他可以去哪里都没关系 他有这个十回向的功德 有没有 当他有这个等一切处回向的时候 他去天堂也是天堂也是净土 他去地狱也是净土 地狱天公西城净土 他到哪里都一样的时候呢 他就不止不管在哪里了 他都自在了 是不是 身口意要修到这个程度 那要藉由什么 回向的功德 那藉由回向功德 他这边还教我们啊 你这功德不够怎么办 勤供养佛 是不是 哎 把佛的功德呢 哎 把它怎样 藉由我们供佛的善根 恭敬心 然后把它启发出来 你就会发现 哎呀 你看 其实后我们学佛的人 应该是要最有勇气 因为我们的靠山很强大 所以你靠人 人会倒 因为每个人都自私 他发现呢 哎 矛头不对 会落跑耶 可是佛 他永远不会 他不会舍弃我们 我们永远都可以依靠他 永远可以依赖这个诸佛菩萨的慈悲愿力 那是不是就是完全就不用害怕的 其实是不用害怕 修行是绝对是值回票价 只是我们不知道自己 有这么大的福报 身在福中不知福 不知道 所以才会 哎呀 遇到挫折的时候 还会沮丧一下 所以要常常呢 来读什么 那华言经里面呢 给我们很多的力量 让我们去 常常去精进用功 那这是 这个等一切处回向 等一切处回向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先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来看第七侧 第七侧的这个 善财童子53餐 来 我们 剩下一点点时间 第七侧 有两位 善财童子 53餐 来 可乐城 410页 410页 最左边 善男子 于此南方有城 名可乐 哎 不错 扣啦 终有长者 名无上顺 所以呢 要去找这个 无上顺 长者 好 那我们来看 无上顺 长者是做什么事 好 下面呢 哎 到了这个城了之后 发现无上顺 长者 在 那个 无忧灵中 那 无忧灵中呢 他这是做什么 他说专门呢 在解决众生的烦恼 那是咨询专家 好 尤其是什么 看起来应该是气管顾问 有没有 无量商人 有没有 专门特别讲那个 商人 那 他就在 解决 商人会发生的 问题啊 好 所以呢 这个 这个真的就是啊 很难得 好 因为 商人要学佛 不太容易 好 因为那个思维的 方向 跟菩萨行 有一点相反 好 可是 对 一个利益导向的嘛 就是他就是要 能够赚钱 好 什么事情他都要计算 好 可是事实上呢 当他学习佛法之后呢 菩萨行 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 只是他不知道而已 一般人一听到 做这个学佛就是 我知道了要捐钱啊 听到就是想到这个嘛 但是他不知道其实 捐款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是 会让他更好 他不知道而已 所以呢 这个 无上圣长者他就在专门 在开示这些商人 好 那开示这些商人呢 那他就跟这个 善财同志说啊 其实啊 我修什么呢 你看他修 我成就至一切处菩萨行门 无依无作神通之力 好 你这个企业 要能够 你看我们过去啊 在这个 市农工商的 这个四个层级里面 流动性最大的就是商人 他的移动的空间 你说农夫 他就有土私有财 他要守住他那一片田 好 然后呢 做士大夫 他就是要被官派 要治理某个地方 但是商人呢 他就是从这一国到那一国 从那一国到这一国 是不是 好 所以他要能够到哪里都通 好 所以我们佛教呢 最早期啊 还没有经典传进来前 就是透过这个商人啊 从私路啊 来来去去经商的时候 有一些西域那边的商人 来我们中国 做事 做生意 结果呢 就带了一些佛像 好 带了一些 当地的这个念珠啦 或者相关的 这些相关的东西 那 大家就说 你这什么东西 慢慢的 他就说 这是我拜的神啊 这是我拜的 这个 我的 我的佛啊 所以当时 其实在佛经正式传入之前 已经有一些商人 把这个佛教 有传进来 只是没有很有系统 好 那直到呢 东汉明帝之后 才开始有系统的翻译佛经 好 所以这最早期呢 是透过这个商旅进来的 好 那这商人呢 他说 我要能够做成功 必须要能够四通八达 所以叫至一切处 好 至一切处菩萨行们 无依无作神通之力啊 好 所以什么叫做 至一切处菩萨行呢 好 他说我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 到哪里 他的工作 做生意 是他的工具 他要透过做生意 能够怎样 可以广结十方圆 然后他见到这个人呢 他才有机会跟他说法 是不是 所以呢 他其实 他做到三千大千世界 任何一个地方的 的这个生意 而且呢 做了之后呢 他是要去为他说法 好 那为他说法 那说法的内容是什么 很简单 这个众生的烦恼呢 不外乎就是什么 就是贪嗔痴慢疑 然后最容易产生纠纷 就是争斗 有没有 我们这商场没做好 就是告来告去 所以他就要怎样 在彼此的这个事业的一种互相 这个等于是竞争的过程当中呢 他要解决这种争论 跟解决称恨心 然后甚至于呢 在每一道他都有纠纷出现的时候 他可以解决他的纠纷 所以呢 令习争论口业的纠纷 令习斗战 然后呢 这个是深夜的纠纷 令指奋进 就是心念的纠纷 所以呢 这是不简单 就是他都能够呢 做合适老 调解 调解 好 那调解好了之后呢 还能够让他修善 修善法 那修善法呢 就必须要很有智慧了 好 那遇到呢 这个信其他教的呢 我们知道 这商人有时候是利益导向啊 那他也喜欢拜这个 拜土地公啊 拜什么 拜他的官老爷啊 为什么 因为这个可以发财 他要拜财神啊 可不可以 就让他拜 是不是 但是呢 你拜的时候啊 你用智慧来拜 你不要 说我一定要叫你来学佛 一定要拉过来 然后呢 就跟他的这个信仰呢 产生很多的冲突 所以佛教其实是很厉害的 你喜欢阿门 你就去阿门 你喜欢阿拉 你就阿拉 你喜欢阿弥陀佛 也都是 就可以喜欢阿弥陀佛 反正都是阿 对不对 所以你信不信都没有关系 你要有智慧就好 是不是 有智慧是目标嘛 所以佛呢 他说你一定要是佛教徒吗 你真正要是佛教徒 你就是要成为一个 有智慧的人 不在于是什么徒 是不是 所以他讲一切众生 他没有说信我者得永生 他说一切众生呢 都会成佛 好 那这样子呢 就是接下来菩萨的功课 就是想办法让各式各样的众生 他能够成佛 这是重点 而不在你是什么教 是不是 所以呢 如果你能够呢 在外道当中学习 然后让你产生智慧 那也是很殊胜啊 也是很殊胜 另入佛法嘛 乃至于色界一切犯天 我义未说超胜法 好 那基本上呢 这些外道之所以会外道 就是因为他智慧不足 那也顺着他的外道法 最后启发他的善跟智慧 他自然就不会信外道 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 因为人会有自己的选择嘛 他会有自己的判断 好 那他有他的坚持 所以呢 他会坚持他的某一些立场 可是当他启发了智慧之后 他就不会坚持那个立场了 所以只是早晚而已啊 好 那我们一开始呢 就也不要预设立场说 只要不信我者 就都该招 那这个就表示我们自己的心也不够大 然后我们也看得不够远 因为呢 如果从佛法的角度来讲 总有一天等到你啊 是不是 就是你去地狱 基督教说去地狱就永世不得超生 佛教呢 他去地狱他就要来信佛了 为什么 因为有地藏王菩萨 基督徒不要来地狱没关系啊 我就在地狱等啊 是不是 跑进来的都是我的子民 是不是 因为你们就没有其他选择 所以我们在人间 是喜欢吵架 什么叫什么叫 到天堂你会发现全部都在一起 是不是 其实殊途同归 是在人间才有分啊 各式各样的不同的衣服 是不是 不同的皮肤 你到天人你都分不出来 到底他是非洲来的 还是从那个亚洲来的 因为天人没有皮肤啊 天人就是光啊 你分得出来吗 你说嗯 这一团光以前是阿门的吗 最好你能够分啊 是不是 全部都一样的时候 哪有哪有什么分 什么哪个门户之间 所以呢 有些人喜欢 喜欢分别 分到最后呢 他说 我到这个道场 这个道场呢 嗯 相处不来 哼 我去另外一个道场 那你就是 没想清楚 为什么 因为如果这个道场的师兄 你合不来 他是要去阿弥陀佛那边 那你跑到另外一个道场 请问你最后 要不要去阿弥陀佛那边啊 你还是会碰到他啊 你只是现在没看到他而已啊 是不是 那你到那个门口 要进去说 诶 啊他也在那边 哼 我不去了 可以啊 是不是 我们就赶快跑去那边 站着位置 让你在那边生气 是不是 你就慢慢生气啊 你还气到最后呢 你还是得要找一个地方去啊 是不是 你不要这 诶 阿弥陀佛那边 哼 你去我就不去 好 你去我就不去 那你要去哪里 去地狱哦 人挤人 好啊 也可以啊 是不是 好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人 就会有自己的那个 我见 才会在那边什么 老死不相往来 好啊 可以啊 是不是 你有一天一定会死 你就到最后 你就得要往来 怎么办 是不是 所以呢 啊 这是 这个不懂佛法 才会这样分 你懂了佛法 你就知道 其实 都没有障碍 都没有障碍 所以 这下面呢 这个 这长者啊 他说 他为什么要叫大家 离苦得乐 你只有把你自己的心里面的那个分别放下 你才真的可以看懂 到底佛陀要教我们什么 所以未遇开显菩萨功德 好 那菩萨功德你如果会 你就会离苦得乐 你就会得到快乐 当你得到快乐 你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计较啊 好 所以呢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法门 所以他的法门很简单 就是 我为众生说法 好 为众生说法 所以 你看 一个长者可不可以为众生说法 可以啊 上一次我们讲 传师也可以为众生说法 所以任何的法门呢 你要行菩萨道 你要练习说法 在各行各业说法 只是说呢 你不是像师父这样子 在那边解释佛经啦 好 就是 你就是说那个观念 那个道理 你懂那个道理的时候 你讲什么都是对的 不懂道理 你即使念佛经 也会被你念错 是不是 所以呢 要明白啊 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 他说 我只知道这个法门啊 好 所以至一切处修菩萨行 到哪里都要修菩萨行 到哪里 他就是有那个杜众生的热情 好 看到谁 都希望劝他 断恶修善 这是不简单耶 因为有时候呢 你会预设立场啊 你认为这个人已经最大恶极了 你敢跟他说 你不要再造恶业吗 有时候不敢 直接在背后讲而已 你碰到他你就不敢讲 因为你知道他 那个态度啦 那他的习惯啦 这已经江山易改 本性难以 所以你就直接放弃 好 那其实这个过程 就是表示 我们对众生还不够有信心 不相信他有佛性 那也不相信你有佛性 是不是 所以啊 这是我们非常重要 我为之此 至一切处 至一切处啊 修菩萨行 那但是也不用说 拿着一本佛经 跑到地狱去说 来看 在监狱里面说 叫你看 当然也是可以 这也是一种方法 但是我们先从哪里 先从我们熟悉的人开始度 度众生 要利乐友情 要先从有缘的开始 要不然那个挫折感太大 可能很快就会放弃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刚开始呢 修行的法门要先修 让自己觉得 做得很欢喜 容易离苦得乐 然后有效果 身边的人也会觉得很快乐 所以你自己不快乐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叫别人快乐啊 所以你自己都离乐得苦 每天呢修得很痛苦的样子 一定没有人敢跟你一起修行 是不是 真的有的人会这样啊 修得好严肃哦 每天就是人生无常 赶快一心求解脱 有没有 是不是 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 什么就算了 一切呢 看到众生的业障 就一直叹气而已 是不是 这个菩萨的心啊 他如果这样子很容易受到境界影响 他早就都跑去看忧郁症了 是不是 他是真的是到哪里啊 他就是一直知道他的心的内在 是具有源源不绝的动力 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对众生的信心 所以刚才有人说 师父那个忍入仙人好可怜哦 是不是 我如果知道手会长出来 我当然给他砍啊 有道理 我们会算嘛 我知道呢 我现在捐了这个一千块 后面会有回本 你要不要捐 你不但捐还要捐多一点 因为你就是回本多一点啊 那其实是 因为你看不到后面的回本 所以你会不敢现在投资啦 老师讲是这样 所以我们这个佛经 其实他很厉害 他把我们的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都先给我们看 是不是 所以叫木果修因 所以我们如果会算的 其实啊 你就会真正的把自己的这一生的价值 发挥到最极致 那就会 就会 就是真正的 就是啊 有 有 会算的人 就是真的就是 啊 会知道行菩萨道是绝对 不会吃亏的 是这样 只是因为你还没看到后面 所以你会害怕 好 那对自己信心不够 也对众生的信心不够 才会有这些问题啦 那你看 善才童子呢 他来参访这个 无上圣长者啊 他也告诉他 就是说法的法门 好 所以这是 无上圣长者的一个发心 好 那他就介绍下一位哦 这是一个比丘尼 终于出现一个比丘尼了 前面都是优婆色啊 优婆姨啊 或长者啊 比丘 那这出现的一个比丘尼 很特别 这个比丘尼叫做 狮子平生 比丘尼 他讲的狮子平生呢 其实就是狮子吼的意思 狮子吼 但是 就是 呼 这样子的 那个叫狮子平生 叫狮子吼的那种比丘尼 意思就是 这个比丘尼专门很会什么 很会说法 很会说法 跟那个无上圣长者一样 那他呢 比这个长者呢 还要厉害 还要厉害 因为刚刚长者是对谁说 对商人有没有 对商人呢 对世间人说 那你在人道 对这个人说 基本上你是厉害的 就是因为你知道人的法则嘛 你也知道天的法则嘛 你也知道六道众生的法则 是不是 好 那狮子平生比丘尼呢 他是至一切处 我们来看他的这个说法 上台董子他去见比丘尼 要去找他 要找比丘尼的时候 有无量的人都认识他 所以表示这个比丘尼呢 很有名 很有名 他说现在这个比丘尼呢 都在哪里 在这个圆中 智光圆中 说法利益无量众生 好 那三才董子呢 就到这个圆里面 一看啊 这个圆不得了 有非常美丽的树 这个树啊 它包括什么 金银流理宝树 有种种的树 还有什么 还有衣服树 就是树可以做衣服 有衣服的 还有音乐树 树会发出音乐的 所以有各式各样的树 所以这个圆呢 非常庄严 非常庄严 好 除了这个树之外呢 它的这个环境 有园林 有河流 也有这个全石 就是非常美 所以等于就像净土的那个描述一样 所以它的 它的这个描述 有没有像 那个西方极乐世界 有没有七宝杭树啊 有黄金为地 流离为尺 里面有八宫得水 里面又有幽波罗花 有莲花 有各式各样的花 哎 这个地方好像就是佛在的地方 可是它这一 这一个比丘尼 它现的是比丘尼像 那它到底是佛还是比丘尼呢 好 所以我们来看 它说它这描述一下这个圆 这圆里啊 有各式各样的这个 有各种宝物 那这个宝物它还描述一下 它说 这个圆啊 它走起来啊 很像什么 平常我们走的地都是 会怎样 脚会硬硬的嘛 可是它说呢 其实你踩在那个脚上啊 好像 好像有那个地毯一样 你看它讲 你看 柔软妙好 能生乐促 就是踩在那个地上 就很舒服 踩了之后 你的脚就会被包起来 莫足 好 这有没有很像 有那个草皮 有没有 草皮你踩了就 哎呀 有很柔软的这个草皮 但是它说 它说这些 这个你踩的时候呢 好像这个地是会有弹性的 然后呢 你踩了之后 它凹下去 你 这个距离你的脚 它就又恢复 是不是 所以它就在形容这个 这个大地都是柔软的 好 这大地是柔软的 好 然后呢 这里面还有鸟 无量的猪鸟 出赫雅音 好 所以就就有这么多的这种殊胜的庄严啊 好 形容好了相貌之后 还有它的味道也很香 好 是不是 一个地方好的环境就是什么 风水嘛 好 那天就有 有人问说 师傅啊 好 那个是我们系上的所长 他说 请问你们会看风水吗 好 我说 我说 你说会看 我是不会看 但是我会感觉啊 好风 好水啊 就是采光好 就是通风啊 是不是 那水质好 就是好风水啊 你住了就会心旷神怡嘛 会舒服 好 所以这个风水就是它的整个空间感 好 那你居住在这个空间感里面 你觉得很舒服 那就是很好的风水 好 那你说 诶 住这边 好 为什么很多人说 不要住在梁下面啊 好 因为你在睡觉 你就看到那个梁 你就会觉得感觉有被压到嘛 是不是 然后你会担心啊 台湾又这么多地震 对不对 是不是 直接郑重 是不是 所以你会有一种不安感嘛 那你不要在悬崖一边住房子啊 你是有一种不安感啊 好 所以其实如果就地理的环境来讲 有一些地方呢 你会有觉得危险 那个地方就不太好嘛 好 所以我们其实说 真正的风水就是整个 好 窗明激进 通风家 味道好 然后让你觉得很清爽 就是好风水啊 所以以前我们有时候呢 诶 这个台湾就喜欢拜拜 那拜拜的时候呢 就这个 到那个庙里面 有的庙 为什么叫阴庙 它里面就阴生生啊 就黑黑的啊 然后就是在黑黑的里面 已经黑了 那个炎罗网的脸还是黑的啊 所以呢 然后呢 熏久了 它也整个黑了啊 所以你就会觉得 诶 感觉呢 这好像是来到了 阴朝地府的感觉 那佛寺 如果大家去佛寺 你就会发现佛寺很明亮 都亮亮的 而且光线很亮 窗明激进 那你到这个地方 就会觉得有清静的感觉 所以其实 这个是环境会影响我们的心 当然我们的心境 如果 刚才讲 像菩萨一样 你去地狱也没关系 你去净土也都一样的时候 你是到哪里都一样 可是我们还没有到哪里都一样 我们还是要选好一点的环境 让自己比较舒服一点 然后他现在就在这个地方 你看 不但是这么舒服 而且还有香 那你在这个环境 光是在这个环境 你就很优雅了 你就很向往了嘛 所以你的心就整个就放松下来了啊 然后又听个音乐 这音乐呢 就又是非常曼妙的 是非常好听悦耳的 所以在这里面呢 你就还没有开始听法 你就已经心已经在舒服放松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 为什么不太容易听法 很多人呢 他心里面在很苦恼的时候 是听不了法 所以我在拼事业 师父我都要跑三点半了 你叫我来听放下哦 是不是 我要我要听 听什么 听四弟 苦极灭 我真的知道啊 因为我已经很苦了啊 的确是这样子 就是在很苦的时候 你比较不容易听法 很着急的时候 你就要先解决你的燃眉之急 所以上次我们那个 这个访谈的那个企业主啊 他说他学佛哦 其实刚开始是功利取向 他想要知道到底佛教他能够帮助我什么 所以他就去听 结果呢 就听金刚经啊 听金刚经很危险耶 为什么 因为其实金刚经是可以解决我们的事业的问题 可是你要听对啊 你不能只有听到一半而已啊 因为金刚经要破有 但是又要显什么 显妙有 他并没有说没有有哦 他也没有说完全都是空哦 他是真空妙有啊 他是破相显真啊 可是我们有时候呢 听听听到一半 你就会一直问说 哎 到底我要 他能够利益我们什么 解决我什么问题 所以他就去问啊 问师父 说师父啊 那我这个事业要怎么用金刚经 我现在听这个法 跟我的事业有什么关系 我还是很烦恼啊 好 那事业 那个师父就跟他说 啊 业就是业啊 事业就是 你业有多大 你的业障就有多大啊 是不是 啊的确啊 所以你要处理的问题是多嘛 疑难杂症压力也会比较多 好 那 他就听完了之后 他就觉得 那既然这样就表示什么 你的意思就是叫我放下 我不可能啊 所以他就放下了去听法这件事情 好 还好呢 他没有放下学法 他只是不去到场听法 他觉得他听不到他要的法 好 那 他后来呢 就自己研究 好 还好他自己把这个佛经研究到很透彻 所以他在这里面找到方法 要不然就误会了 很多人都误会佛法啊 是不是 他说 哎呀 这意思就是叫我放下 我怎么有可能放下呢 不是叫你不要做 是叫你要放下那个压力 放下那个执着 你说 我就是很压力 很执着啊 你叫称心的人怎么起慈悲心 我就是称心的怎么起慈悲心 很难啊 所以我们说 哎 有时候呢 那个佛法的刚刚好应激 是相当 要有相当的福报 你才会真的刚好 就抓到那个药令 否则你在听听听 一直都对不上来的时候 你很容易 跟佛法失之交配 就是你很容易会 没有学到 你真正可以解决你问题的那个法门 因为听法有时候需要一点时间 然后累积多一点 最后你才会完整 然后我们这个 这个企业家 他很有研究精神 所以他读到什么 读到下午我们会讲的 他把脏通别缘全部读完了 他把50的经典全部研究完了 他还研究成为世论 哇 这个实在自己研究呢 好一个企业的大老板这么忙 他愿意六日把所有的应酬都推迟 他就是在家闭关 就一直研究经典 这也是怪人 是不是 那为什么 因为他说 这一生 他研究了这么多 他什么都研究了 研究了这么多 可是他没有解决 自己心里面的问题 只有佛法 他感觉好像比较接近了 是这样 那还好后来他有研究出一个一套 他那种体悟 所以他就在佛法当中找到了他真正要的东西 可是他的经验跟别人的经验不一样 他只是就告诉大家说 这个佛经很好 佛法很好 我们也要从这里面开始去了解 那到底怎样去深入唐奥 怎么样去探寻宝 这样 所以这个善才童子 他说 哎呀 这么庄严的地方 无量的功德 好风好水 是不是 那在这边说法的人呢 一定也是一个大福报者 好有大福报的 所以呢 这个是什么 菩萨业报成就啊 供养功德 供养诸佛功德所留啊 他说能够住在这么好的地方 他就是大福报的人啊 好那这些呢都是 因为什么 狮子瓶森比丘尼 长期以来红法的果报 红法的果报 所以大家都来这里 来这个地方听法 他没有这个什么空间的问题 塞多少人都塞得进来 上次我们有一个师傅 他去中国大陆 他说中国大陆跟台湾不一样 台湾这边呢 就大家来参加法会 太好了 赶快来赶快来赶快报名 好 在大陆他说 不要来不要来 不够位置 太挤了出去出去 就不要让人家去 那你看就相反 说哦在台湾 当师傅很辛苦 都好像这边拉客一样 爱情去大陆哦 哦很大牌 你要来干什么 是不是 你来你不要占位置 出去 是不是 好像不错 那天我们师傅啊 他就看到 那个网路上 我们在报名要登记 我的那个博士论文嘛 好 登记了那么多 这三百多本啊 他说 全部重新登记 送过五部华严经的 才可以登记 他说 他说佛经都不读 读什么博士论文啊 读得懂吗 我想 也是有道理 是真的啊 你佛经 不读 你读博士论文 真的很怪 就是那个博士论文 没什么好读的 但是佛经呢 很好读 他读的会让我们开悟 你读那个博士论文 不会开悟 老师讲是这样 不要期待 所以有人就写说 他要 他留言 他说 他要请一步来 好好的恭送 我想说 这个是佛经吗 所以呢 哎呀 这是 开开玩笑 就是 真的 的确是 你有时间 你要去读佛经 还要读这个 世间的这些 所谓的论述 他都是有偏颇 有狭隘 有局限的 老师讲是这样 那我们在看到这个 菩萨的一种修行 你就会看到很多不可思议 这不可思议是没办法写论文的 所以我们要写论文 只能写那个可思议的 所以他就会很有限 所以他很有限 而且还不能写到的教授都看不懂 是不是 这就是最大的 其实研究限制最大是这个 是 是 那个阅读者的程度的问题 要不然整个华言经拿来抄 都没有关系 因为佛陀不会告我们 著作前法 引用出处 但是呢 这个就变成说 诶 狮子平生比丘尼 他就是长期在弘法 所以他有得到这么殊胜的功德 跟果报 所以何以故此 比丘尼不可思议 为神利 故啊 耳食善才 他就见到的狮子平生比丘尼 就见到他了 那这个诗子平生比丘尼呢 诶 他果然就在说法 他说法的对象是谁 就是一一做众会不同 他都同样在说法 他依据不同的人的根性 他讲不同的法 他不只是 对人说 他对天人说 好 那对梵天说 对天龙八部说 对鬼神众也说 好 这个不够厉害 厉害的是后面 他对初地的菩萨 说 说法 好 他能够对初地的菩萨说法 表示他的程度 是不是高于初地 他还能够对二地的菩萨说法 那他就一定就 就高于二地了 对三地的 对四地的 乃至于对十地的菩萨说法 那请问他是谁 是不是 原来他是佛 所以你看 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到 比丘尼也是有佛的 所以 善才同子 见如是等一切诸去所有众生 以成熟者 以调福者 通通都让大家进来听法 所以能够见到他的 基本上是善根成熟 所以如果以这种条件来讲 他所在的这个源是什么 就是净土 有没有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 因缘得生彼国 所以不可以少善根福德 因缘得入此缘 是不是 所以他不是在门口说 中国人与狗不得进入 没有 他说善根福德 具足的都可以进来 所以他是 这是佛 狮子平生比丘 你随其欲解 胜烈差别 而为说法 那说法的目标 让他发菩提心 得不退转 所以这是狮子平生 比丘尼 他说比丘尼 他度什么 度大众 入波仁门 入波仁门 那这个波仁门呢 是整个佛教里面 最重要的 这个叫做第一波罗蜜 有没有 金刚经理面不是讲吗 佛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 世民第一波罗蜜 第一波罗蜜是哪一个波罗蜜 好 其实是波仁波罗蜜 对 他是波仁波罗蜜 所以很多人以为 就是布施波罗蜜是第一波罗蜜 不是不是 波罗蜜是第一 因为他叫做智慧前导 所以你有智慧你的所有布施 持戒忍入经济 全部都是第一 好 所以第一波罗蜜是什么 波罗蜜 所有的菩萨及众生 都是狮子瓶身比丘尼 为他劝他发心 他就成阿鸟多罗三秒三菩提 大家都发心 得不退转 所以善才童子就见到狮子瓶身比丘尼 有这么殊胜的姻缘 他心里面就想 他说太殊胜了 太殊胜了 殊胜到怎样 他说我要绕佛 所以他就绕着狮子瓶身比丘尼在那边绕 又绕无数渣 狮子瓶身比丘尼 在他绕佛的时候 在绕他的时候 就放光明 然后就发现 全部园中 全部都在绕狮子瓶身比丘尼 这个很厉害 全部都变旋转的 好 善才童子呢 他说 比丘尼啊 圣者我要怎么行菩萨道 希望您给我开示 那比丘尼跟他说什么 他说我修行 其实成就一切智 有了一切智之后呢 你看一切智就是佛的智慧了嘛 好 那善才童子说 怎样叫做成就一切智呢 他说啊 这个智慧啊 是可以广度一切众生 好 普射三世一切法 那善才童子就说 那这个境界是什么 比丘尼说 来 我入这个圣志的时候呢 就会有什么 分身千百亿 可以到世界各地去 那这个分身千百亿呢 叫做一身身 好 一身身是什么 意念所身 所以意思是 你想去哪里 你就跑去哪里 就是一种神通 有没有 所以意念所身 随念 受身 随念 所以一念 他就到十方去 说法 所以他不是只有在这里哦 他是到哪里去 到他方世界 说法 好 所以他是菩萨 菩萨有一身身 好 一身身 好 那他就去 呃 献天王身 献千百亿化身 然后他供养 对不记得 至一切处 是不是一开始 为什么能够至一切处 因为他到一切处去供养一切佛 供养了之后 他就具足一切佛的功德智慧 他就会广塑一切法度一切众生 好 所以他说 这个是我的发心 好 这是我的发心啊 那他最重要的是 为什么我现在能够广度一切众生 因为我广修供养 供养一切佛 一切佛所 我都能够供养 若有众生 知我如是 供养佛者 介于阿鸟多罗三秒三不敌 得不退转 好 这是我的法门 好 那这个法门呢 他说 我在度众生的时候呢 对这一些众生 其实 不生分别 但是我能够了达一切法 好 这是他的智慧 好 那我知道这个叫做一切智 好 记不记得我们说 诶 度众生度到最后 你对众生是会平等 好 我们一开始 有分别表示你还 不够 能够 具足 有智慧 所以 所以佛法呢 是你看程度啊 你程度不好 你要用分别心来度 好 所以 刚刚才会讲啊 如果修行修到菩萨的境界 就在哪里都好 是不是 所以刚才就有人开悟了 他说难怪 都 师父说什么都好好好 好 是不是 那 诶 我们 这个小孩子呢 他就什么都说 不要不要 有没有 好 那 因为我们的心啊 有分别心 才会 这个好 跟那个不好 但是当我们能够成就一切智的时候 其实你就会比较容易随缘 在哪里都好 好 所以这是智慧的一种表征 好 但是大家也不要说 啊 这样我要装作很有智慧的样子 就怎样都好 要记得哦 阿难就是这样子才落摩登前难的 还是要有善分别 对不对 好 你要先善分别 也知道我们现在还有分别心 我们要先有善的分别 先清净善友 清净善知识 好 然后慢慢的让自己的智慧真正的开显 这时候你就会能够广度一切众生 好 所以他是有次第的 那这个次第呢 到这个地方啊 世子平生比丘尼他说如果你能够回向到这个至一切处回向呢 你就具备有像他这样子像佛一样的功德力了 所以所以可以到一切处去弘法去供养这样好 好 那我们今天呢就介绍到这里哦 所以这狮子平生比丘尼哦 回向功德 愿此功德送善根 累世冤亲同占恩 由私解脱诸苦恼 共振菩提度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